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先来回应 那所以这是不是很厉害啊 这表示什么 极席的演讲 那这个是着重在听讲者跟演讲者的一个互动 一个非常密合的互动 所以我是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期待 看我们待会儿 双方 我们是听方 正我是说这一方 能够插出什么样非常绚烂的火花 那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那因为我想说政委非常的忙碌 所以根本没有预期说可以邀请到政委 不过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王主任 王主任 王主任就接下来说政委可以来帮我们演讲 那所以本来是安排在 一般我们的演讲都是安排在七楼的阶梯教室 那最多一百七十人就爆满了 所以我特别跟人士讲说 这么难得的机会 还是应该要在这个十三楼最大的一个区域 让更多更多的主管跟同仁能够来参与 然后我们来分享唐政委 他这个精彩的人生 还有他那个非常的高瞻原主读到的一个观点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这个研发创新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 都是我们很值得我们来学习效法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跟政委报告 我们今天的人数超过大概超过两百一十人 已经破我们的历年来二十几年来的记录了 我们八十一年成立到现在 应该是破了我们的这个记录了 听讲的记录 那我们知道这个政委 大家知道这个政委 这个我想就是在座的各位 那包括我在内 还有我想绝大多数的这个人 都绝对很肯定的认同 政委是一位传奇的人物 传奇的人物 你看他年纪这么轻 那他是智商180 智商180 然后他是最最年轻的阁员 入阁 入阁两年多 入阁两年多 那这个我想最令人这个 常常令人这个惊叹 惊叹佩服的地方 就是他的一些形式作风 就是举例来讲 他大家知道吗 他有利用那个什么机器人 机器人的一个直播的方式 去参加联合国欧洲总会的 网络治理的一个国际会议 这个经验国际 那那么我们还是讲 跟我们比较切身有相关的好了 那我想大家 大家这个记忆犹新 印象深刻 就是去年啊 五月以来 我们财政部啊 还有我们的 所属资讯中心 还有我们国税局 就跟政委啊 结下很深的渊源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的五月一号 公所税结顺申报的首日 那不幸发生了这个网路啊 严重阻塞 几乎是当机的一个事件 当机的一个事件 还没当机啦 可是太勇色了 那因为这个 很多这个 趁五一劳动节 然后放假 然后来申报的民众 大概就 这个这个 这些人潮啊 就塞满了各分局集证所 真的人很多 大家趁放假的时候来申报 也是民众依法 这个一个报税啊 缴税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 一个一个展现 那就是在那个当下 那我们这个分局集证所啊 这个服务制上 其实也运用了很多的 很多的 这个紧急应变的措施啊 所以因为天气又很热 那所以我们就是 送茶水啦 送糖果啦 那或者是说 这个办这个有奖侦达啦 那或者是说 就是请民众说 你可不可以先回家休息 或者你中午了 是不是先出去用个午餐 那等我们通知你 网路正常了 你再回来申报 或者你就回家休息 那改天 再来 那我们会登记下来 那你来的时候 我们也会优先的处理 所以我们采取了很多的一个 权宜的紧急的措施 所以在当时啊 其实 很多绝大绝大多数的民众啊 看到我们那个税务人员啊 这个是忙进忙出 一直急着跟民众解释 其实他们蛮体谅我们的 也不忍苛责我们国税局的同仁 那所以真正抱怨的其实是什么 很少 抱怨的是很少 很少很少 那可是 不过这个 网路勇赛的这个事件啊 经过媒体的一个报道 强力的报道 那所以就让民众啊 对于我们这个十几年来的这个网路申报的一个满意度很高的这个作业啊 就有了一些的批评跟不满 批评跟不满 那还有一些的民众啊 那就透过了这个行政院啊 这个行政院的这个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的一个 网路的一个平台 网路的一个平台 然后他们就提出了一个 一个这个 专区 一个提点值的专区 行政院公共政策 网路参与平台 有一个提点值的一个专区 然后发起了什么 说 报税系统 难用到爆炸 的这个连署 那所以那时候 有很多的争议 然后在行政院 在这个立法院 很多委员也非常的关心 也非常的关心 那那个 主要除了网路报税 塞车 其实第二天就恢复了 可是大家的焦点 就集中在什么 Mac 电脑 报税系统 就是不友善 不方便 下载很耗时 下载就要耗 耗了三四十分钟 很难用 大家主要是针对这个部分 表达了不满 那所以 那段时间 大家士气真的是 非常的低落 那 幸好 我们唐政伟 那还有这个 PDIS小组 PDIS小组 就是行政院的 公共数位 创新攻坚的小组 那 适时的 伸出了援手 那 这个 就是 以这个 很深厚的 因为我们晓得 唐政伟 他是网路专家 对不对 电脑高手 网路专家 那所以 他们以深厚的 这个资讯专业知识 还有经验 那指导我们的财政资讯中心啊 来进行系统的一个改造 系统的改造 那过程中也邀请了民众领域专家 那还有付税署 还有两个国税局 就是 我们北区国税局 跟台北国税局 那还有就是这个 陈商 那一起来 反复的沟通啊 这个协作 那大幅就改善了 MAC 报税系统 的这个 这个繁琐 不方便啊 不好用的 这个 等待这个时间过长 的这个问题 好 说从原来的 至少40分钟 好 缩短到了5分钟 好 那同时呢 还重新设计了 这个使用者的一个 界面 好 那纳入了这个 使用者的一个 体验的一个设计 好 所以就是 完成了这个 我们MAC 电脑系统的一个 改版的一个作业 好 那今年5月 好 今年其实5月申报的时候 其实大家是非常紧张的 好 尤其是中心 跟我们各国税局是非常紧张的 好 因为去年的经验 好 让我们非常的 害怕会有什么样的 呃 这个 这个 呃 问题出现 好 那结果今年的报税 作业 好 非常非常的顺利圆满 那尤其是MAC 好 报税系统的一个 一个使用跟运作 好 那甚至 呃 获得这个总统 好 总统 好 还有民众的一个 各界的一个 赞许 好 那我们的建数 我又呃 这个问了一下 我们建数从 六千八百五十五件 也增加到 两万六千八百 一十二件 好 增加的将近两万件 好 生活好评 好 所以啊 这个 因为唐政伟的协助 好 那我们化 危机 为转机 好 化危机 为转机 那么这个 财政支援中心 他后续 啊 也遵照这个 唐政伟的一个 呃 指导 啊 那现在就是 已经这个 就是就这个 进一步来这个 开放 啊 window使用者 啊 他是使用什么 线上这个 这个 呃 线上版的申报系统 就说不用下载了 以前我们都是要下载 对不对 先下载软体 然后他就会问你 是不是要用最新版啊 你还是一定要跟他讲是 然后要换个最新版 那现在不用 就说你上去 好 这是网路版 就可以 就可以这个 申报了 好 所以我们相信 这个明年 哦 结算申报 好 这个中所税的申报 一定会更顺畅 更圆满 哦 那加上 我们的所得税制 优化方案 哦 明年是第一年的申报 我们有非常大幅度的 租税的优惠 税率的降低啦 然后四大扣除额的 大幅的提升 我想明年的结算申报 一定会让我们的全体的民众很有感 哦 会很有感的 而且是正面的有感 不是负面的有感 绝对是正面的有感 好 那所以啊 今天呢 真的是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期待 因为我们知道 唐政伟 他是电脑高手 网路专家 所以他的演讲 一定要用到网路 好 所以是会用到这个网路平台 所以刚才大家已经 已经指导大家 我们上这个slido.com来提问 我不晓得现在最多到了几题啦 才44题吗 还是大家的问题都差不多 只是拼命在按赞 大家还可以持续的提问 而且对于唐政伟的 这个他对于按证数最高的优先来回答 对不对 来跟你们这个互动 那所以你觉得说 诶 证伟从你的回答 我又衍生出新的的问题 也随时再加进来 那反正 委员会一直看 哎 跳出来的 在上面的 他就会回答 好不好 好 那就是 请大家这个 这个 永远的来提问 那我们就是 来这个 共享一场 丰盛的 网路互动的一个想念 那我们在以 最最最最热烈的 掌声 来欢迎唐政伟 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 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 接下来时间跟空间结构 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是2点15分嘛 所以大概会先有一个小时左右时间到3点15分就是以上面的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那我讲的过程里面 刚才巨长也说了 随时欢迎在追问 那追问是会跑在这个空间的右下角 所以随时用手机 不管是扫这个QR Code 或者建入SLIDO.com 然后再输入01210 都可以到同样的一个地方 那在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会休息一个15分钟 那休息了15分钟之后 我们就会再回来 然后再接行一个小时后续的讨论 那这个中间就是除了这15分钟的休息之外 所有其他内容都是由大家提问所决定的 那大家在提问的时候呢 也不用担心这个 呃 就是会有这个需要打打个折扣啊 礼貌啊 等等的问题都没有啊 因为都是匿名的嘛 那大家都在滑手机 其实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 所以就欢迎说这个想到什么就就问什么 那如果看到别人想问 你也想问 只要按赞就可以了 不过随时我们还是有举手的朋友 还是赢过荧幕上的朋友了 所以随时如果有人愿意举手 那我们来进行就是实际的就是讨论的话 那也是非常欢迎 那如果我们到这整个时间结束的时候 我还没有办法回答完全部的问题 那就先跟谈您比较后面的朋友 先说一声抱歉 那如果我们时间还没有结束 上面就已经问题都已经全部回答完了 那大家又这个没有要举手来追问的话 我们就提早结束 不过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今天大概也不会发生 好 那有54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人工智慧不断的发展 机器不断取代了人力 将来很多的职业也将被机器取代 请问下一代要如何不被机器取代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我在这边先想做一些这个解释 就是说机器取代人力 不是从人工智慧 或者我们说机器学习 这个技术出现在开始的 我们从工业革命的时代就已经看到非常多机器取代人力的情况 这个节奏它是一直持续的 它不是最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那当然有了机器学习 就是人工智慧的技术出现之后 大家担心的比较是说 以前取代的好像都是一些劳力的一些工作 但是现在有一些劳心的一些工作 看起来好像机器也可以去进行取代 不过呢 我觉得很少人的工作里面 百分之百都是能够被机器取代的工作 所以整个职业被机器取代的这个趋势呢 其实是比较少的 比较多的是在某个职业里面的某些工作的项目 被机器所取代了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从有自动化 就是我们做OA啊 到现在很持续发生的一个情况 那到底哪一些工作的部分 里面的部分会被机器取代呢 其实现在大概有一个定论 就是它的输入的格式是固定的 它的输出的格式是固定的 中间不牵涉到人跟人之间 各自生命经验不同的地方去做判断 它不牵涉到价值的判断 那这样子的工作 就是在这个环节里面 它就比较容易被取代 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 就是好比像说 如果你是小学老师 那你跟学生的互动里面 有非常多自发的部分 就是说学生他自己想要学什么 然后你去跟他进行讨论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不会被取代的 因为机器它本身没有生命经验 也不会有所谓的人类能够理解的那种 就是自发的动机 那第二个是说呢 如果每一个老师 他的教学风格不一样 他是带了他自己的生命经验进来 去跟同学分享 那这部分呢 也不会被AI所取代 那或者是说 它牵涉到价值判断 就是说一般的每个小孩 他想要学不同的东西 但是呢老师找到某一个社会或环境的议题 是大家都关心的 把大家力量聚集在一起 这个牵涉到价值的调和 共好的部分 这个也不会被机器所取代 但是呢 很多老师的工作里面 有好比像说 学生他做一个四则运算 然后需要打分数 那现在确实手机上面有APP 你这样子扫过去之后呢 所有的分数就打完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用红笔去做批改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每一个老师 不管他的生命经验怎么样 批改出来的东西大概都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资讯科学上面 有个专门的词 叫做绒 就是trivial 那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不重要 意思是说他的结构非常简单 所以所有这种结构非常简单的 trivial 所谓绒的这种工作项目 他当然接下来都会被机器所取代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人 他就不做这个职业了 而说他在这个职业的过程里面 他花更多的力气去做 我刚才讲的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价值的调和 以及生命经验的分享 那所以这个呢 他在过程里面 我们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刚刚叫做体验设计嘛 就是我们就是做 暴时软体重新设计里面 有所谓的服务设计 体验设计 那在世界经济论坛 对于人工智慧的趋势的分析报告里面 他就是说 其实有非常多的职业 会因为AI的关系而产生 那体验设计师 就是十大最会跑出来的职业之一 因为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 更多的时间 去检视我们工作的流程 去找出里面 容的部分 然后呢 如果有做过这个社会工作相关的话 这个其实就很像以前叫做职载 就是职务流程再设计 就是把我们的职务流程里面的某些部分 适合导入AI的 那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的 很便宜的去导入AI 所以去抽开一步 去看 以前我们觉得 要省民众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某个地方 某个人一定要加班 加个三小时 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没有做体验设计 跟职务流程设计的结果 或者是有做 但是是用一个比较不公平的方法 做的结果 但是现在有了AI 就会变成是 民众也可以省一小时的时间 我们第一线的公务员 也可以省一小时的时间 那这种双方都有省到时间的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体验设计 或服务设计 或职务流程再设计 不管用什么名词 它在看的是同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我们的下一代 在教育的时候呢 我们明年九月会上路的新课纲 十二年国教课纲 是从小一 国一 高一的时候 就培养我刚才提到的 自发 就是自己想要看到 一个社会问题 或环境问题被解决 所以我就自己去学 互动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找不同领域 不同背景的朋友们 共好 就是不要把对方当作是工具 而是把对方当作是 也有他自己的价值 去调和彼此的价值 为什么我们现在是用 切换到这个所谓 素养导向的课纲 而不是像以前 所谓技能导向的课纲 其实你看 他强调什么 就知道他是 什么样的想法 以前技能导向是说 好像跑道上 画很多个轨道 然后呢 里面有比 就给跑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他强调的是 个人的竞争力 那但是呢 在素养导向的教学呢 他强调的是呢 我这个个人 我多能够去 跟别人结合起来 团队跟团队 也许还有竞争力 但是个人跟个人之间 是不再是 有竞争的问题 那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因为 我们如果强调特定的技能 小孩好不容易 学了这个技能 那他说不定 七岁进到国教的系统里面 过了十二年之后 这个技能 他完全的被 人工智慧所取代 那这样子的话 他如果过度认同于这个技能 不但就会觉得 好像被 国民教育欺骗的感情 而且也会觉得说 这个人性尊严 来帮助他的 而不是说 好像我在跑道上 好不容易跑到第一名了 但是这个汽车就跑过来了 跑得比我快 那就不会有这样子的 一种技能上面的 这个竞争 所带来的这个困难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不被机器取代的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去 有固定的跑道 不要去好像人跟人之间 互相竞争 不要去好像说 我就是跑得比别人快一点点 因为那个部分 才是机器 最容易被取代的 那这个也牵涉到 我们对于智商的讲法 就是说 就是刚刚那个180 是身高 那个是公分 那个不是智商 是一个单位上面 换算的这个错误 但是网络上就 这个以而传而 我自己 我自己这个 其实成人之后 测过几次智商 那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一直觉得 成人的智商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说 在小小的孩子的时候 你去测智商 也许还有点意义 因为你会做一个 他的学习风格的诊断 就像这边所说的 我们不要说职业 是说特定的素养好了 你要教小孩这个素养 你还是要知道说 他习惯用文字 习惯用空间 习惯用数字 习惯用互动 习惯用身体 习惯用什么方式 来进行学习 所以我们做教学诊断的时候 也许还测一下智商 但是到成年人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 我们现在做成人的 伪式智力测验 我们在手机 甚至还不用联网 你只要有个手机 然后上面灌大概五个app 那你进去测 大概每个人都破表 每个人都是160 160以上就测不出来了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智商在前年人这边 我觉得他测的是一些 最没有意义的东西 因为智商测的那些东西 就是正背 倒背一些数字 某个图形转90度 所以会变什么图形 一些事实性的 像光速是每秒钟 多少公里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你只要有正确的app 你甚至不用连网路 每个人都百分之百 都绝对是正确的 这就表示说 智商测的这些部分 就是我们以前 所谓的知识技能 认知技能导向的部分 现在不要说AI 就是已经全部 跑到手机里面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人之间 最重要的 还是刚才讲的 沟通 挑合 B4价值 等等的这些能力 那这些能力 因为机器并没有 跟我们一样的生命经验 所以反而是不会被机器 所取代的 第一个问题 我通常会回答比较长 因为这样 就是比较多 可以问问题的机会 有57位朋友问说 过去有说台湾前 烟角木 而且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那现在好像是第三名了 那而今经济日益衰退 国际竞争力无法提升 就认为最大的问题 出在哪里 以及如何解决问题 这个当然就要看 你要看什么排名的评比 如果是看明目GDP的话 那当然这个 诚如这位朋友所说 那但是如果是看 好比像说世界经济论坛 讲的创新能力的话 那相信大家也有看到说 我们是国际上 所谓四大创新者之一 就是说英国 美国 瑞士 台湾 那是最领先全世界 就是当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台湾的反应是最快的 然后也是最创新的 所以一切都是看 你要挑什么样子的跑道 我们在做教学诊断的时候 常常这个提醒学生 以及学生的家长 就是说 如果你在某一条跑道上面拼不过 不一定要在那个上面拼 你可以就是一开始 鸣枪起跑的时候 你就转身跑自己的方向 然后你就赢在起跑点上 因为没有人跑那个方向 那就是这个必赢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跑自己的方向 但是这一点是很重要 因为确实像很多朋友们关心的 就是运用正确的统计方法 去算出我们的GDP 这当然是各位的专长 但是我们隔壁也有一些 就是经济体 他们很擅长用其他的统计方法 去算出其他GDP数量 那我们很难跟大家拼那一个 那因为就是那个经济体的特色 就是说他想要GDP几% 看起来就会是几%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果要跟他赛跑的话 其实看起来好像是跑在背道而驰的 这个路上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统计越来越准确 越来越能够反映实际的状况 那他们也许就是在意的是别的部分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有的时候一开始就区分说 我们是跑在不同的跑道上 反而不会有那种 好像一定要硬拼在某一个 其实也不是很好的 两侧上面的竞争力的一个方法 那我自己呢 当然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联合国 刚才有提到的非常多 我们相关的一些讨论嘛 那其实联合国 就是在网绩网路这里论坛 当然我分享的当时是主要 永续发展目标里面 关于第17项 就是全球伙伴关系的议题 不过之前之后 我也在相当多联合国的 正式的会议 以及周边的会议 都有分享过台湾 在其他的永续发展目标 上面的一些概念 那这些进展呢 这些做法 其实各国是非常appreciate 就是说我们对于永续发展 在台湾 我们是不会因为经济而牺牲掉环境 因为环境牺牲掉社会 因为社会牺牲掉经济的 这样一个情况 在很多其他地方 看起来好像是这两个价值 或者三个价值中间 它一定是一个好像零和 一定要互相取舍的 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看起来就像是这样啦 那但是呢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呢 我们采取了一套 调和式的一样的做法 在其他地方呢 一边赢 另外一边就一定输嘛 那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协作的想法 就是希望说 我们在中间先创造出一个空间来 然后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立场没有关系 但是呢 试着找到一些共同的价值 然后呢 透过这些共同价值去找到 让大家都能够至少不坏 至少不要太糟糕的这样一个情况 让大家都可以在 虽然满意在可接受的情况下 往前去进一步 所以当我们在国际上 去做这样子分享的时候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我是Digital Minister 所谓政委 那我常常就是说 那我负责的就是 永续发展目标里面的17.18 17.17 跟17.6 那这边呢 其实很多朋友也许 就是 永续发展目标还不是大家都会背 所以先帮大家这个 复习一下 永续发展目标是联合国在2015年 那经过两三年的征询 问了全世界上百万人 有一个叫做A Million Voices 就是问所有人说 希望2030年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就是调和全世界的上百万盏的天灯了 然后再把这些天灯试着这个融合起来 变成169项 互相之间不打架的具体目标 那这169项就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说他没有开发中国家 以开发国家 以前那种千禧年发展目标的问题 而是说这169项就是在2030年 全世界就要一起达到 那这边因为便于记忆 他们挑17个分类 那把这169个分到这17类里面 所以每一个细项的目标 大概都是几点几几点几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我自己呢 就是在国际上面分享的时候 说台湾做的特别好的 可能就是17.18 去确保说所有的相关的资料 好比像说空气品质啊 水品质啊 等等这些资料 各方都可以贡献 然后各方都可以彼此互相依赖 互相相信 17.17 就是说跨部门 可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达到彼此的协作 做出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 那17.6 就是我们解决 台湾自己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我们做成了 这样所谓的社会创新 就是它不是只是有公益 而且它的过程 也是大家都来一起加入的 那这些呢 我们不会好像殖民者一样 希望我们的友邦 或其他友好国家 这个一定要出大钱买 然后或者是不买的话 就整个拉倒 而是说我们会用开放的方式 让他们也能够落地 深耳发展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来 那举例来讲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总统的那个 总统培黑客松 他就在总统培黑客松的时候 肯定我们这个协作的方式嘛 那总统培黑客松里面 就是台湾自来水公司 就把他的水压 水流量的资讯 分享出来 然后让人工智慧的研究者 有些还是政大的研究生 进来 然后帮这些老师傅们 做一些机器学徒 所以老师傅们呢 以前要花一年半绕全台湾 才能够听到新的漏水的点 但是呢 现在呢 因为有了LINE上面 这些机器学徒 他就会知道老师傅到了哪里 然后就会跟师傅说 师傅 我觉得这三个地方 最可能漏水 你要不要先开始 听这三个地方 所以它是机器跟人的 一个互相协同合作 那成功的把我们 侦测新的漏水的时间 缩等到以前的十分之一 那这一整套做法呢 我们这些团队的朋友们 当然总统颁奖了之后 又花了三个月 在纽西兰 在威灵顿 跟他们的自来水公司 去进行这样子的交流 所以这并不是什么MOU 啊 减彩啊 双方合约啊 什么东西 但它其实是更深的一些合作 就是一个主权国家 它愿意去分享 它的这些水压 水压的资料 让我们的人工智慧研究者 一起来解决气候变迁 带来的缺水问题 那这个我们目前有个讲法 叫做暖实力 就是warm power 就是说 我们不只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们用开放的方式 跟对方一起创作 然后也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在这方面 我觉得台湾在至少这个区域 绝对是 我们现在有个口号 叫台湾Can Help 就是我的这个T恤上面 穿的这个口号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不管大家在做哪一项 有去发展目标 我们都可以帮忙 我们不但自己会在2030年 达成联合国这个共同目标 我们也会让周边的 或任何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朋友们 更快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在这17个跑道上面 我们绝对是跑得相当前面的 那所以这是 我自己挑的跑道了 那但是当然不同的朋友 都可以挑不同的跑道 53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的绿地越来越少 人也越来越少 但是房子呢 越盖越多 都市丛林 不适合人居住 以后的公共建设 是不是可以 以现在的文字馆来改建 给我们和自己的后代子孙 留下美丽的土地 就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的办公室 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就是一个文字馆活化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这是我办公室 它是叫做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简称社创中心 那它的物理位置是在建国花市 大家可能有听过建国花市 建国花市是在就是建国高拉桥这边 然后建国花市快要到浴室的时候 就是你往浴室的方向走 右手边会有一个以前的空总的这个基地 以前的空军总司令的司令部 那那个整个基地呢 现在是整个活化起来 变成叫做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简称文化实验场 或者C-Lab 那这个实验场呢 它的另外一个角落 就是靠仁爱路的就是东边一点 浮华那个角落 我们现在有一个自己的门牌 就是仁爱路三段99号 那进去之后呢 就会到这样子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 它是在空总全区的一个角落 但是呢 这个空间呢 它是专门为了永续发展目标 为了社会创新而存在的 那这个空间 如果之前有去过的话 我们开幕到现在 大概一年两个月左右 如果大家一年半以前去的话 完全不是长这个样子 它是真正的文字馆 就是说 好像那时候只有一个会议室可以用 然后如果到地下室的话 会发现淹水是淹到膝盖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淹水是淹得很夸张的 然后使用率是非常非常的可疑 然后 而且也不太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而且事实上 那个两个门都没有打开 大家都还是觉得要翻过围墙才能够去 所以总是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完全没有人在使用的 少数人嘛 就是像有一些原住民族的老师们 偶尔会去那边录影 然后去给全台湾的 就是原住民的小朋友 去做足语的学习 所以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使用 但是几乎 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创新 因为以前教唐诗珍的朋友或者是甚至有的是说所谓的智障等等 那这当然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 好像是一种把它病理化这样子一个想法 但是呢 叫做写憨尔的话 其实大家就会觉得说 它一定有一些能够贡献的地方 所以像这个足球场 就是写憨尔的画出来的 那本来呢 只是想要就是写憨尔基金会 跟一些老师们合作 做艺术治疗 可是他们碰巧就发现说 其实这些写憨尔画出来的艺术 其实是我们画不出来 它是像范骨一样 就是用一种很特别的解合的方式 在了解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的强项可能是透过书字或文字 或其他方式认识世界 可是他们透过几何的方式认识的世界 是非常独一无二 而且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后来呢 我们一楼的非常多的公共空间摆设 其实都是写憨尔朋友们的创作的结果 那大家一到这边就有充满创造力的感觉 那所以当时我们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我每个礼拜去主持一次讨论 讨论的时候呢 就是在还在盐水 还在施工 根本只有一间会议室可以用的 那间会议室里面 然后去跟全台湾来的朋友们去 一样嘛 跟用去发展目标一样 就是放天灯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空间怎么样比较好 那就讲出来 我们尽量每个礼拜收拢 每个礼拜都有一次 就是revision 就是根本 那根本的过程里面 我们所有的主字稿 所有的设计稿 所有的powerpoint 全部都是上网开放的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路 看到之后 给我们一些意见 所以放了那么多盏天灯之后呢 第一名的 就是有点像slido 就是最多人按赞的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什么 我们实际上在一年多前 我们在做这个 共同创作的时候 第一名而且分数比 第二名高很多的 就是大家都希望 有一个专属的厨房 而且要除食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在这种空间里面呢 这个办一个活动啊 其实过了一个月 大家就不记得活动的重点是什么 可是如果很好吃 绝对会记得 所以意思就是说 透过食物的方式 把他每个月都能够召唤回来 或每个礼拜都可以召唤回来 是大家觉得最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有厨房 有咖啡厅 而且有专属的厨师 史达禄 我都是说 他是我们社创的灵魂人物 他都是说 他自己是地福灵 就是都被绑在那边了 那第二名呢 是说 每天都要开到半夜11点 那这个在政府经营的空间 也是很少见的 大部分都是六七点就下班了 那但是呢 为什么要开到11点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空间是 任何人只要讲得出 他在做哪一个永续发展目标 就可以免费来使用 来办活动 所以呢 随时 不管是家人还是平均 大概都有四五场活动 正在发生 但是呢 等到大家吃完晚餐 这个非常心满意足了 那是不是就回家呢 其实是想要找一个机会 去跟同时在办的 四五场活动的朋友们呢 互相脑力激荡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他已经关门了 大家还要去旁边找地方 就很早信 所以他开到半夜10点的意思 就是说每次活动办完之后 都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还是可以在这边 去继续进行讨论 那去把大家看起来 好像各做各的 不一样的事情 想办法把它凝聚起来 这个也非常有作用 那第三名的意见呢 就是说 既然这个唐凤 每个礼拜三 都来这边主持讨论 那不如就不要走了吧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每个礼拜都在这个空间 然后呢 任何人都可以 就是直接book我的时间 那是下午了 那或者是说 如果就是我的班表 就在这边 就是说 如果下午这个 订不到我的时间的话 上午随时走进来 都可以跟我聊天 那上午就可能要排队了 下午是预约门诊 那晚上的话 晚上的话 就是大家一起吃顿晚饭 我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每个礼拜三 都在这个空间里面 那当然 他就会说 那如果住得离这边比较远 怎么办嘛 那所以我在礼拜二的时候 其实是会寻回到全台湾 像这个是在花莲 那之前才去了台东等等 所以去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用视讯的方法 就是来跟我讨论 那我实际在那边 跟在地的朋友们 进行讨论的时候 12个社会创新相关的部会 仍然是在台北的社创中心 那我们就是透过 影音互相直播的方式 让任何地方的朋友 丢的球 那以前可能都是写成 几页A4 这个变成要汇稿啊 汇稿之后 到内政部 内政部说要回 卫福部 卫福部说要回交通部 然后慢慢就没有人知道 一开始是什么问题了嘛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那现在呢 就是因为他说 那我要回应他卫福部 卫福部就坐在他旁边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大家在 喜爱二所 这个营造出来 那个非常有创意的空间里面 大家了解到说 这个没有什么图利的问题 因为一切都是公开的 而且在地的各方的 定义关系人都在场 所以说大家就会很愿意 去想出新的 解决事情的方法 那像就是 社团法人 他要设立一个 闭锁型的子公司 或者是财团法人 要设立一个 闭锁型的子公司 或者什么劳动合作 要不要适用 跟劳基法相当的 这个招标的事情 反正非常多那种 结构性的十几年 大概都没有解决的东西 就是透过一次一次 这样子的巡回 非常快速就解决了 所以我想这个空间 它的活化 不是只是 空总一个地方的活化 我们是把这个SOP 把它公开出来 在任何地方 只要愿意用这种 让社会创新团体 参与设计 自己来决定 这个空间 使用规则的 那在台湾任何地方 我们就说好 那它就是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所以它就带动了 桃园的台中的 所有其他地方的 这样子的一个 活化的工作 所以我完全同意 这位问问题的朋友的见解 就是说 我们有太多的空间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活化 那以前呢 这个活化都是 准用招标的方式 好像都是一定要 某一个大的团体 然后那个团体 自己来决定 它的解决方法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推广 另外一种新的模式 就是说 我们先把大家实际的需求 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之后 到底谁来deliver 那可能是大家分一分 去deliver 但是重点是 不是说好像谁抢到了 那其他几个没有得标的 就好像跟他们没有关系了 而是先是 不管是谁有兴趣 我们就全部集合起来 一起来讨论 这个空间的使用方法 所以这也是我们 目前巡回的时候 各地在问的时候 我们说 那你们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因为空间活化的 这样一种职业关系 其实本来就不一定要 转用采购法 就算是转用采购法 也不一定要像以前那样子 比较挨扮的方式来做 采购法本身都已经在修法了 所以我觉得 还有很多的活化的方式 是大家可以一起来 共同想象的 有一位北区的金城武 可能62位 朋友们一起 这个有一个问题 是说 有基层公务员感叹 内部制度部分条文僵化 工作的无力管很重 而对外面对民众的 第一线人员 则被要求上一号服务业化 上一号失去公务员的专业 只强调服务 让不少年轻的公务员 萌生离职的念头 也根本不会想要升官 甚至也不打算做到借铃退休 请问要如何调试 这个是确实我们 在PPT的公务员版 就是Public Servant版 经常都有这样子的讨论串 那我也是在那个版上 经常潜水或者是推文的一个版友 那这个其实在版上面 大家已经多多少少形成一个见解了 就是说服务业化这件事情 其实跟专业本来是并不冲突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服务业精致化的意思 就是服务业是一个专业 那公共服务员 公务员嘛 本来就是服务业 我想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说我们现在大家觉得服务业 这个其实也是台湾 就是内需服务业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那你达到这个程度 就算是服务业了 比较少去说 但是如果你有专业 你把专业带进来的话 那这个服务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有参考 好比像说英国 他们有一个文官改革的一个制度 那他们也是面临到说 因为金融海啸之后 就会出现这个各种尊杰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不得不回来检讨说 我们怎么样用就是更少的人力 来做到更有效的服务 那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英国他们的文官 本来是完全是匿名的 所谓的文官 匿名中立文官嘛 就是从英国传出来的一个概念 那但是呢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自己的个人的成就感 其实是有一些相违背的 就是说 如果我想出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那但是呢 这个如果最后是真的成功了 那所有的功劳都是minister的 那比如像说这个政委的 那但是呢 如果这个坏掉了的话 这个中间执行出一些状况呢 那政务官随时都可以回来 责备事务官 那这样的话 在中间他就比较没有创新的这个动能 以上是英国研究 不是在指台湾 不过我想台湾也没有差很多 对 那所以后来呢 我再入个 第一个条件是说 我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我都可以公开 所以政府资讯公开法里面 那个你搞阶段不得的公开 但对公益有必要者得公开之 我就说 我看到的一切对公益都有必要 就不用再问了 我看到的一切在你搞阶段都要公开 那当然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就不能够参与国家机密 所以像他们演习的时候 我就会请一天假 我还是不知道指挥所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叫彻底的透明 radical transparency 激进透明 第二个呢 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叫voluntary association 也许就是自愿结合 就是说我的办公室呢 的同仁 其实就是从每一个部会 各调一个同仁过来 我每个部会绝对不会挖脚 超过一个一个朋友 那他不像说财政部过来 就是我们这个赖志祥 那或者是说外交部来的 这个蔡婉媒 或者是NCC 或者是文化部 内政部等等 所以理论上 我们办公室可以有34个人 那但是目前是22个人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子组成的一个办公室 就是很大的好处 就是谁也不需要听谁的 谁也没有办法命令谁 我对大家唯一的一个 就是要求 就是说我们要work out loud 就是说我们在做 我们自己的专案的时候 我们要让所有其他人 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 那除此之外 我没有任何要求 而且考级都是自己打 所以就是大家把考级打完 然后理由写完之后 我就不管写什么 我都签名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记不下命令 也不接受命令 那但是我做的事情 就是不断地让这些不同部会 在我办公室的朋友们 知道说最近这些部会 到底在忙什么 以及勇于求救 要什么东西就可以来求救 那这样的好处 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如果事情做得好的话 大家都是真名 都是有名有姓的 在卓字稿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说 是哪一位 那当然不是说立刻开完会 立刻就出去 大家还是会修改革 这样的礼拜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有不专业的部分都拿掉了 所以从民间看起来 公务员是非常的专业 然后而且是及时解决大家的问题 那因为其实全世界目前 也只有我在这样弄 所以就是如果中间出了任何问题的话 都是强风的错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有人吸收全部的风险 那但是credit又可以共享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真的觉得 大家是非常勇于创新的 那我入阁第三个条件 叫做location independence 就是我不管在哪里工作 都算做工作 那这个并不是一个特权 这个事实上是人事行政总处 还是局的时候的一个函 他就是说任何公务员的工作 只要跟网路有关系 就不是 就是见习生 甚至有人是在加拿大 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台湾 那他所谓的上班打卡的意思 就是实际来这个 就是网路上面的我们的工作区 然后实际任领一张卡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每一个不同的案子 目前现在做在哪里 然后他有哪些代班事项 有哪些跨部会的同仁加入等等 那因为我不接触国家机密 所以我演讲的任何时候 我都可以把就是PPS 所有人在做什么 就是马上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给大家看到 觉得也有一些我可以做的 那就可以自己去加入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大家的主观的成就感 都都蛮高的 就是说 当然我们还是面对民众的一些需求 那有人这个 联署说报线问题难用到爆炸 有人联署说 这个恒春的医疗资源不足 希望内省不派 恒英直升机过去 或者是有人联署说 这个澎湖的南方四岛 或者是什么东沙 什么要开放观光旅游 不管他们联署什么 我们就要被召唤过去 所以这个服务业真的是服务业 就是就一堆人都去恒春啊等等 但是去的时候 让民众看到是说 我们立刻面对问题 而且解决问题 那这个成就感是很高的 而且大家看到 就不是透过书面 而是真正面对面知道说 那我们的专业是在这边 而且民众有些没有想到 我们帮民众想到了 那这一点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那所以我想每个人的工作里面 多多少少都可以加入一些这个元素 也不是说 一定要你马上这个重新谈工作条件的意思 但是我们这些部分 其实慢慢它已经落实在 我们公务员的工作里面 包含不一定要跟网路有关系 也可以就是远端工作这件事情 以我理解人事行政总处已经在重新检讨 那包含我们开会的方式 记录的方式 跟民众沟通的方式等等 这些在人事行政总处 在国发会 在主机处甚至 都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正在roll out 那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可以搜寻关键字 这个政府数位服务准则 GDSG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把这两年来的一些 声据教训 大概都写到这个政府数位服务准则里面 那各位如果是碰巧有在跟厂商 或者是跟内部同仁 在调整工作模式的话 真的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累积出来的这些经验 有55位朋友们想问说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认为 台湾的文化不愿意冒险 控制劳新创公司 未来的发展 而希望政府简化法规 并且彻底改变打安全牌的文化 想请教在求学的阶段 要如何启发锻炼冒险的精神 以便未来的职场可以跟新创的产物 来衔接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在就是求学阶段 这里没有特别讲是国教还是高教 那所以我就两个都讲好了 在国教的阶段 我们的新课纲其实在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以前的课纲叫做刚性课纲 就是学校只是教育部的执行单位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我就不多讲 那我们新的课纲的精神 就是说学校的课发会 他自己要制定出一套跟在地充分的结合的教材教法 教案来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是因为我们在高中 在新课纲是完全是选修的 跟校定必修 所以就算教育部没有说要教哲学 学校也可以说 我学校特色就是要教哲学 或者教育部没有说要教电竞 那现在很多高中要开电竞专班 可能对教生很有帮助 那当然无论如何 就是说每个学校现在开始 能够发展他自己的特色 那他发展自己的特色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说 让学生在加入这个学校的时候 他可以多找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情做 我们把选修啊 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到高中课程的目的 就是这样子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营造很多空间 还比方说像空总 我们就举空总当例子 当时呢 我们就是结合了我们附近的教学资源 然后比方说北科大在附近 我们就跟北科大合作 那附近我们非常多的里长 给我们这个空间非常多的建议 那我们也跟里长合作 去找附近的一些学生 那我们就一起来办一个教学的一个活动 那当时叫做这个城市移动黑客松 City Mobility黑客松 那这个办了两次 他们很快又还会回来 我们就是拿这一大堆 看起来有点像外星生物的自驾车 这些都是就是不用遥控 也不用人开 自己就会跑来跑去的车子 那但是这些车子呢是三轮车 那三轮车有一个特点 就是虽然同样里面说跑得快 但是其实跑得很慢 那意思就是说它很安全 就是学生啊 尤其是这个中学生 那还有包含一些大学生 他们都很想改这样子的三轮车 那这些虽然是麻省理工学院过来的 可是他们抛弃掉大部分的诸多财产权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它不清楚 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会闪红灯 你觉得这个闪红灯看得不清楚 那也有学生把它改做成 有点像彩虹的这种环绕的灯 那或者是加一些猫的脸啊 狗的脸啊 或者学狗叫啊 反正就是说 因为它抛弃掉 做的很安全嘛 你可以随便改 所以你只要会一点点电机工程 或者会一点点软体工程 就可以把这些三轮车改成 实际适合这个地方使用的 所以当时大家讨论了很多用法 好比较好在建国花市 我那边买花 那买一买就会很重嘛 那所以如果这辆车 可以亦步亦去的跟着我 我买一买就往里面放 那然后呢 这个这样子我手上就一直都没有负担 那到最后呢 这个甚至它一个车队 可能三台车放满了我买的花 这个古腕啊等等 那到最后我就骑上第一台 它就送我回家 这是其中一个用法 那也有学生去提出说 那我在就是观光啊 导览的时候 那这台车可以用我的语言 那跟我互动等等 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说 每个学生都要觉得说 所有现在这些新兴的东西 它不是由上而下的印加给它的 而是它可以觉得说 这就是一些材料 那我不管要做什么 我都可以任意的来运用这些材料 这些材料是让我可以随便改的 那这边当然讲的比较是中学跟高教的状况 那即使是在小学的情况 我们现在在教 比如说城市设计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 这个好巧又是MIT的 叫做Scratch 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来教 那Scratch的特色就是说 它确实是城市没有错 可是呢 它的城市长得并不像城市 它城市讲的比较像乐高积木 所以每一个Scratch的城市呢 都不是从头写的 它都是去改别人的 那改别人的过程里面呢 大家就可以学到城市设计的一个重点 就是它不是要 好像就是从头做一份 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看到 大家已经写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就像拼积木一样 那积木只要拼得起来 那你可以从里面抽换掉某一个积木 因为小孩很多都会玩玩具积木 像乐高之类的 他们就会知道说 那我抽换一个图片 抽换一个数字 抽换一个判断式等等 那这个机器就会往不同的方向跑等等 那这些当然也有很多 去跟机器人啊 去做结合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小学阶段 用这样的方式教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说 其实城市并不是什么 搞不起的神秘的东西 它就是你稍微改一下参数 它就会用不同的方法跑 全部都这样子 所以并不是我们要所有小孩 到最后都跑去写城市 而是说大家不要有一种 好像写城市是一件非常神秘的事情 那所以重点倒不是说 一定要小孩去冒很高的风险 而是让小孩了解到说 我们在现在 当我们在说创业的时候 跟以前资本密集的时候 是已经完全不一样 创业它可以是没有风险的 它甚至是几乎没有成本的 它的成本可以是负的 就是说你想到一个很好的主意 你就丢出来 然后做一个群众募资 那如果群众有募到钱 你再做 那这样是别人在帮你出第一笔钱 等等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创业的方法 它本来就是没有风险 或几乎没有风险的 那把创业跟风险 把创新跟风险脱钩之后 我们就可以鼓励更多 对风险可能有不同的想法的 家庭跟小孩能够了解到 做这些事情是很有趣的 它不一定是需要冒险的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一面打安全牌 一面创新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 我觉得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文化工作 就让大家知道说 创新的风险是可以大家分担 不一定要创新就是集中风险 那这个其实也是体现在 像我们办公室的组成啊 等等的方式 所有的风险都是 我帮大家去分担 那但是所有的credit 其实大家都可以 就是出类旁通的来使用 有51位朋友们问说 我入隔两年 智力于替各部会解决难题 有没有感觉到政府文化的冲击 如果有的话 怎么调整做法跟心情 我其实入隔之后 最意外的就是公务员 原来那么愿意创新 那就是冲击是正面的感受 有感是正面的 那原因是因为 我们家三代都是全公教 其实我对公务员的这个思路 并不陌生 然后那我在入隔前 也在人总 还有就是文官学院 有带了上千位公务统人 去讲怎么样子 透过网络去进行沟通啊 等等 那所以其实跟统人也都蛮熟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之前我合作的主要是 蔡玉玲老师嘛 那我是她的 英文有个字叫reverse mentor 就是说我是她的顾问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 我会告诉她说 那网络的文化是怎么怎么样 她当然教我非常多 公务文化是怎么怎么样 那所以我是跟她 已经合作了两年之后 那我才加入内阁 然后变成就是正面的 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我以前还在外面的时候 我确实想了就是说 那为什么各个部会中间的 本位主义这么强 或者是说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 在你搞阶段公开资讯 或者是说 为什么大家在工作的过程里面 好像都一定要每年 才能够调整一次方向 为什么不能每两三个礼拜 就调整一次方向呢 等等 在外面的时候 确实会有这些想法 觉得说有一些落差 那但是当我实际进来之后 就发现说 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愿意创新的 大家需要的 其实只是一个足够的空间 让大家创新的时候 不会碰到像什么土地厂商 或者是什么独职 或者是什么灯仔布食 或者是什么有的 没有的那些地雷 那以前就是说 这些地雷可能 就是在哪里不太确定 有点像在玩扫地雷的时候 你看到一些数字 但是就是散散的 你也不知道地雷在哪里 那但是我现在的做法 大概就是先把地雷 全部都标定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 你知道在这个安全空间里面 做的事是 绝对不可能踩到地雷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才是 主要的做法上的调整 其实刚刚讲 总统背社会创新黑客松 我觉得就是一个 蛮经典的一个例子 那因为这个其实是 对黑客松这个词的 一个重新定义 大家听到黑客松 大概讲的都是两天的 最多三天的活动 但是总统背社会 创新黑客松 是一个三个月的活动 就是说从一开始提案 是三月 然后个人参赛 然后每一盒 工作坊四月 期末直到五月 到六月才决选 所以也可以把它看成 是一连串的五个 活动的一个总和 那这个黑客松 它的structure 跟别的黑客松很不一样 是说总统当时 答应了一些事情 有些事情可能社会上 觉得做得还没有很好 那他们可以说 那公务的体系 可以做什么调整 让他可以做得更好 那但是呢 也没有奖金 跟一般黑客松 完全不一样 是只有这个 T恤帽子跟奖杯 虽然奖杯很漂亮 但是还是没有钱 那唯一的这个 这个reward 就是说 如果你是前五名的话 那总统保证 他来当你的PM 你的这个想法 可以在下一个预算年度 就直接进入公务系统 那当然总统 自己来当PM 理论上没有什么协调不了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要的是那个impact 就是社会影响力 所以我们在第一年 我们每年都会办嘛 第一年就收到了104个提案 都是社会各界 希望政府做某些事情 把它做得更好 那但是呢 其实呢 我们稍微去看一下提案的内容 就会发现 这104个提案里面呢 少说也有六七十个 就是公务同仁写的 因为公务同仁写的东西 是一种特殊的这个文法 所以不管 那很可能是 就是在抽屉里面 已经放了这个两年以上的某个案子 就一直都没有办法说服长官 一直没有办法做到跨部会协调 或者是说 这个一直想要某个地方的资料 就要不到啊 或者是说 一直想要某个特殊的资料分析人 他就没有 这个缺就不补啊 之类之类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嘛 但是无论如何呢 我们就发现这100多个案子里面 有六七十个都是长这个形状 但是提的呢 不是公务人员啦 有的时候是什么天下杂志来提啊 有的时候是什么民间 什么协会来提啊 有的时候是什么公民黑客来提啊 但他们提的那个内容 一看就知道是公务人员写的 那然后呢 我们在媒合 然后做完可行性分析之后 我们回去问这个承担科 承担科当然都说 这个镜表配合 镜表配合 说不定就是科长写的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设计 它就是达到了 我刚才讲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最后这个没有得到 前五名或前十名 那其实对于承担科来讲 它完全没有风险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民间的提案嘛 实在是刚好而已 那但是呢 如果它成功的话呢 那这个科或者这个处 它想来很久的 新的做事方法 就可以做了 那所以对大家的工作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等于就是总统府 那当然跟我们啊 这些朋友们 帮大家吸收了这个 就是植物重新再设计的一个风险 但是呢 又透过类似像slido 这种匿名提案的这种方法 把大家的想法能够汇聚起来 所以像这种形状的东西 我们办蛮多的 那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具体调整做法的方式 就是让大家在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提出创新 让这个创新又能够去结合 各方的这个 利害关系人的想法 然后到最后做出一个 对大家至少都不坏的一个 所谓的love consensus 就是一个粗略的一个共识 这个这一题就 字就比较多了 基金机关和课税 就必须依法合适课学 实际上有来于第三关 交易平台业者提供交易资料 但是现在有某个平台业者主张说 我们国序许条例的官员 他基本资料组号 身份证字号 电话机金融机构账号 跟右方号 之前已经依照各自法 第三条规定形式删除权 因此平台无法提供 为国序计详细 向亲爱委员 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以及国序计详细 应该如何因应 非常好的问题 如果他按照各自法第三条 真的他已经行文 这个请这个平台业者删除 那就表示说 这个平台业者 也没有办法依这些个人资料 以后再提供他服务 这有点像是我跟我的电信商 解约的那样子一个情况 那确实这个是正确的 就是他没有办法 把已经行使删除权的 个别资料提供给国序计 是这样子 但是当然一方面 我们可以去问说 是否真的这样 这个使用者 跟这个平台业者 他的关系 是否真的已经终止 他行使删除权 表示他当初收集 有他的特定目的 那个目的是否真的已经消灭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问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好那他现在这笔 个人资料不在了 但是平台业者呢 他还是会有各种旁边的 就我们叫做统计性的资料 统计性的资料 他当然不是 按照这个人的这一笔给你 但是他可以给你说 好比他说这一区 有多少人 跟这个平台业者 有过什么样子的活动 那他只要没有到 就是能够重新识别到 个人的这个情况 那理论上 你也可以跟平台业者说 我有看到你的统计报告 可是你的统计报告呢 或是用我们的最小统计区 或者用什么样 那我希望用比较细的 或者比较好的 或至少比较符合我们 激增食物所需要的统计方式 请你们再给一份 就是以我们的方式 来做的这个统计 那后面的这个做法 当然不一定就是 立刻就见效了 因为他毕竟不可能 还原到个人 但是当然就是说 核实课数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从旁边的一些讯息 去推测出 就是到底这个人在这一区 还是那一区等等 那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做的 就是说他只要不要侵害到 就是特定个人的资料 他还是可以给你 即使他已经形成删除权之前 的这些统计资料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那如果他形成删除权之后 还跟这个平台 按照别的目的 有别的transaction的话 那你还是可以再要这个平台 说那你有新的目的了 那你在这个新的过程里面 你还是要配合我们 这个依法的这个办理 所以我觉得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按照各自法 并没有太多别的解决方法 那当然如果 就是未来对这样子 各自法的试用 有这些疑义的话 我们都知道说 法务部已经发了一个函 国发会已经发了一个函 现在的主管机关在国发会了 所以也很欢迎去 这个国发会的各自中心 去请他们再做 就是进一步的协处 那当然未来 我们也有在考虑就是修法 然后让国发会 作为各自法主管机关 有更多的就是解释 跟行政的一些权利 不过这个当然 你还要等利润三途通过 所以我们现有的这个法律 大概就是这样子 有52朋友们问说 对于海外资金回台 争取优惠税率的议题 我的看法如何 如果我们给予最优惠的固定税率 该等资金有何种投资管道 是不是又用于炒房地炒股票 那炒房地跟炒股票 对经济发展是否有所帮助 确实我在政务会议 就是开了这么多次 那每一次只要有说 我们要用就是所谓的 那叫什么 税势支出 对不对 就是我们是要补助一些人 但是我们不要列在这个经费里面 我们要列在小收的税里面 的这样子一种想法 确实大家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blunt的一个武器 就是说它很难精准地 打击到什么东西 它就是一大片的就适用了 那所以以我的理解 就是我们很少就是在完全没有 discrimination的情况下去说 那我们就是要一大笔 确实支出 专门做某一大批人 那这件事情是比较少发生的 那所以我也同意啊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去 focus在某些部分 好比像说我们现在都知道说 5G产业里面有一些创新的部分 跟有一些它非得发生的部分 它非得发生的部分 也许就不需要再去给予 说服上面的一些优惠 但是它不一定要做的 但是我们想要领先世界去设立标准的 这些部分也许是可以给予一些优惠等等 所以我自己就是跟着 政府会议这几次的讨论 大概听起来判断的方式 就都是这样子 不过因为这方面 我们副院长是就是大师 所以其实我并没有 再去跟他argue过任何事情 大概都是在他旁边去学习 所以这一点就是他一向 以我的记忆就是从副院长上任以来 碰到每一个形状的这个付税 相关的这样子的题目的时候 大概都是相同的见解 那因为这部分并不是我的专场 所以我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就是实际遇到的 这个跟副院长 就是学来的一些判断的一些方式 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名称 跟他的问题一样 那我这边想要提醒这位朋友 就是你的名称是可以修改的 可以考虑修改一下 好 OK 那这位朋友这个 对 名字叫做这个 AI人脸辨识车牌辨识系统等 为政府机关提升效能的力气 但如何在新兴技术开展上 确保各自隐私与资料的合理利用 那他的问题 我通常都是把它看作是 就是一种关系 它是一种关系的开始 当民众把个人资料 放到一个资料的operator 就是处理者的时候 那其实它就是一串关系的开始 刚才也有个朋友问说 那才删除权嘛 删除权是我当然终止这段关系 但从我开始这段关系 到终止这段关系 其实就算与我们现有的 还没有修的各自法 他随时也可以问说 那你把我的资料用到哪里去了 我想要请求一份副本 我想要知道说 现在这个在目的内 在目的外分别做了怎么样的利用 那或这个机关 他想要去做目的外的利用的时候 他可能要回来问这个人 等等等等 就是说这些都是 不断地深化彼此的关系 那当然有一些是 好比像健康存折这一类的 他可能自己下载之后 又可以去做别的利用 那又或者是说 他不是自己下载 他是想要 他授权他的父母 或者是他的小孩 那在他自己 就是已经不太能 那这个关系是透过 就是使用者随时可以问责 那我们当然是当责 中间的这个克责机制 去不断地深化彼此之间的信任 那但是呢 当机关要提升行政效能的时候 很多时候 他可以不需要用到各自 或者是他在用到的时候 是经过统计的 那经过统计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们本来统计法 现在就已经明白地规定说 当你经过统计之后的 那个资料 他就是统计资料 他其实就跟各自是脱钩的 那统计法在以前的 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每一个机关的主计人员 当你想要做一次统计的时候 你要得重新再去问 所以呢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 就会有一种 为什么四个人都来问我 一样的问题 而且要的格式还不一样 这样子一种很奇怪的 如果你是小学老师的话 大家就会知道我来讲什么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重复管口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麻烦的 那但是因为统计法 已经三读修正通过了 那统计法实行细则 应该也已经final了 所以这边我们在讲的 就是说其实未来 任何一次统计里面的 任何一次资料搜集 他都可以在整个组计系统里面 去进行跨机关的调取 那而且可以做到 避免重复统计的这个情况 而且在未来新的系统 在开发的时候 如果他接不回 本来的这个机器对机器的系统的话 那其实足迹重处还可以说 那这个厂商不专业 我就非止这个标 我希望这个机关要再把 有机器跟机器对接的 这一条系统 把它纳入进来 那这个同样的也是 我们政府数位服务准则里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只需要填报一次 我们不需要重复填报 那这件事情是让 其实主要还不是变民 主要就是变官 就是让我们不需要 去做重复的工作 那这点也是非常重要 那当有了好的这样一套系统之后 其实隐私跟资料利用的这个两难 就不再是两难 大家就已经会很清楚说 个人资料 然后我们透过各自保护法 需要尽的这些责任义务等等 是在某一块 那他经过一个统计的过程 在统计结果之后 统计这个以前是一小包一小包的 跟各自一样嘛 但是现在在新的统计法架构底下 就是全部串起来的 那全部串起来的话 就好像一个大的统计资料库一样 那这里面跟民间的研究者 或者是跟民间的 就是商业的开发者 那当然我们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合作 那好比像说 Everso 财势中心也有开始有些合作 就是说由民间来提出 由学界来提出 更好的统计方法 那还是财势来跑 不是说把各自拿给其他人 是说用别人所提出来的 更好的统计方法 跑完之后把这样子的结果再公布出来 那这样子既没有侵害到各自 但是也让民间的这个统计的工作者 可以有更好的资料的可用性 那这个在学历上面叫做Open Algorithm 就是开放演算法 而不是开放资料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接下来的规划的方向之一 有50位朋友们问说 公务机关的业务 有哪些可能被机器人取代 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当你加班的时候 做到不想再做的事情 那些就是会被机器人取代的 所以说 因为我们主观的做事情 这个如果是容的事情的话 就是任何人来做结果都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是特别没有成就感的 那如果是需要综合判断 需要价值 需要沟通 需要不同的生命经验的 那个本来就是越做会越有成就感 所以当你加班的时候 哪些部分你最没有成就感 那些部分大概就会被机器人取代 那其实现在我们把机器人三个字可以稍微替换掉了 就是好比方说公共行政替代仪 以前都是给公共行政替代仪做的一些事情 那你需要极少的训练 那他们就可以很快的这个来做 那你也了解到 他只会陪你的八个月还是四个月 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很快就换下一个题字了 那像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以前我们会很有系统的 做一些植物流程在设计 然后请替代仪帮忙去做这些事情 好了那现在没有替代仪了 所以其实自从没有替代仪之后 我们这边的这个能量忽然变得很大 因为以前大家都觉得说 为什么要做数位流程改造 我们请替代仪做就好了 但现在没有替代仪了 所以我们还是得回来做数位流程改造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以前你就觉得说不太需要训练 然后需要极少数的训练 然后谁来做大概都一样 这些事情就是以前会交给替代仪做的事情 那现在就是接下来会交给机器人做的事情 大概判断的标准就是这样 那当你越做越有成就感的事情 那些大概机器人也没有办法来替代 有50万朋友们问说 今年九合一选举加上十岸公投榜大选 十月24日当日投票出现大排长龙之现场 甚至下午4点已经在进行开票 而在别的开票所 很多地方民众人在排队投票 请问政委未来可否采数位投票方式为之 或者有其他方法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我想院长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在投人的这个部分 其实人是不会忽然间变非常多的 Yes 我们15分要休息 对啊我们说15分嘛 在三分钟嘛 所以投人的部分 我们是不会改成用数位的方式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了 而且那部分的时间不会变多 那但是公投确实一下来个十岸 其实如果大家有投票排队的话 那就当然是很辛苦 那但是如果各位担任选务人员的话 那个才是真的辛苦 就是说选务人员 就是有的到半夜才能够下班啊 然后而且当场还要就是端着那个 开票的那个帘子啊 票柜跑来跑去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有挑战性 所以这次就是非常非常感配啊 这个选务人员 如果再讲选务人员的话 的协助 那但是我们也了解到 如果下次变成20个公投案的话 可能就没有人要当选务人员了 这个倒不是投票排队的问题 这个是选务人员还有没有人要当的问题 那那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用工具要解决的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看排队的长度的话 那很容易啊 就是如果你开两倍的票柜 两倍的投票所的话 那排队人就会变一半嘛 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解决的事情 但是等大家四点钟好都投完了 也没有人排队排太长 那个还是要一张一张出来唱票 选务人员还是要开到 这个不知道八点九点 还是更晚才能回家 所以我们如果要还能够招到选务人员的话 计票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可以先行 因为国外也有很多就是公投票 它就是一整张 然后十个你就画十个是否是否 它最后是用类似点钞机 这样的光学验钞的方法 那这样你四点投完 四点十分就开完公投票了 那这个也不涉及重新验票的问题 因为公投法里面根本就没有千分之几 重新验票的那种设计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要在数学上面 可以说服大家说 一个这个机器没有连到网路 第二个我们透过乱数抽验的方法 这些还是只等票 你用人工点一次 用机器点一次 确表说人工跟机器中间没有出现插段 那这样子其实我们某个部分 就可以用机器辅助来做计票 那这边呢 我当然回答到这里 我就要加注一行警语 说中选会是独立集团 没有任何政务委员可以指导 所以以我的理解 中选会之前从前前任主委 就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规划 那我们还是要等他们的评估报告出来 那对我来讲 节省选无人人的时间 我觉得是当务之急了 那至于就是投票的体验的话 当然我们看国外也有一些是 专门一个可能无障碍的一个票轨 或者是说你视觉上 或者是行动上有些不便的话 那机器可以帮你 透过某些互动方式 做出来之后 还是印出一张纸短票给你 然后你再去投那张纸短票 那这个当然也是可以考虑的 一无了解 前前任的中选会主委 也跟政大选业中心 做过这样子的一种模拟 所以我们就是还是 他们是独立机关 但是我是觉得说 我会尽可能尽力来帮忙 让至少选无人人的生活 这个品质可以改善 让我们还能够去 找得到选无人人 就继续下半场 然后我先重新连线一下 等我一下 好 那我们有55位朋友们想要询问说 公务员加班 为什么没有办法比照劳基法 就是乘以1.33或者是1.66 你如果要问我的话 我就是说 因为我们就是公务员员 目前还没有劳动三权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团结权是 比较少一点点的 只限于工作环境的改善 我们没有争议权 更没有罢工权 想都不用想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本来在跟雇主这个协商 就是福利相关的东西的时候 就先天上面处于一个比较男协商的一个地位 那所以 就是实际的情况 那不过 我们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平台了 不是完全没有了 就是好比像说 有位叫做玛丽X的 那如果我们当时 重新平台要求实名提案的话 大概就不会有这个提案了 那就是谁要帮这个猫挂铃铛吗 但是因为当时是虽然是用简讯跟email认证 可是大家都可以选一个匿名 所以呢 这位玛丽X呢 他在提案的时候就是匿名的 不过呢 当这个案子最后通过了 现在是已经通过了 大家请假都可以请一小时了 当通过的时候 我就请了一小时 我隔天就请了一小时 然后呢 我就跑去这个看展览 就是在那个 刚刚讲的空总C-Lab 当时刚好在展一个 就是国际的一个展览 然后去展了之后呢 我就po在脸书上面 告诉大家说 现在可以请一小时 这样了 然后就有一位公务员跳出来说 我就是当年那个玛丽X 当然感谢大家之类 所以这是最好的 这个有人吸收风险 然后credit 还是回到提案人嘛 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当然未来 我想会有越来越多 这种两院会闲 两院就是行政院跟考试院 会闲的这样子的一些案子出现 那像最近一个 就是国道警察的职务加级 没有记错的话 那类似的案子 我想会层出不穷了 那或者当年 我刚入阁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说 希望国旅卡里面的八千块钱 不要只限于团旅 而是能够任何的旅游都能够适用 不要按照提案人的讲法 图立特定厂商下引号 对 那这个确实 国旅卡到最后没有改名字 但是至少这个使用的方式是已经放宽了 那现在另外八千元也几乎放宽到 只要不要去买经营财宝的话 本来都可以使用了 对 所以小小小小的还是有一点点用 就是join平台还是被用来 就是争取这些应得之权益 然后不要造成这个大家太多的这个risk 不要造成太多的风险 那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慢慢的在做 但是比较大规模的 那好比像说乘以1.33或者1.66 目前就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 那这也是事实 那不过也还是欢迎去平台提案 我觉得等等这个状况多一点 就是大家都是循序渐进 大家都了解到说 不是一开始就是争取非常多就会有的 好比像说组工会 那组工会到现在都还在评估当中 那但是没有到组工会 但是又不是这个完全摸头的 中间还是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一大段 好比像说我自己 我最希望改的就是 公务人员服务法里面说 公务人员甚至不能用私人的身份 对外谈论关于这个职务的事情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合理 那但是这个同样也是要两院会先 不是说这个人事实生总出点头就算了 是考试员也要答应的 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累积越多 考试员也会觉得说 这个平台真的是可以有意义的讨论 它不是只是来乱的 那考试员对我们影响越来越好的话 两院会先的案子就越来越会通过 那这个是急不得的 就是一案一案的来做 有54位朋友们想问说 选举期间政府一直说 上一号假新闻翻来下一号 如何定义上一号假新闻下一号 我们从10月10号 就是总统国庆领讲话开始 我们都一律使用假讯息 假讯息 大家有时会看到假消息 但是意思是一样 就是但是不是假新闻 假新闻三个字是我们院已经很确定不使用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大概都是假讯息 假讯息的泛滥 假讯息危害防治之类之类 那为什么不用假新闻这三个字呢 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假新闻这三个字 在台湾有三种完全不同 而且彼此之间不相重叠的定义 那这种叫做不确定概念 不确定概念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有些朋友认为说 因为我爸妈都是这个新闻工作者 他们看到假新闻三个字的时候 马上就觉得 这是在说新闻工作者产生的新闻 但是呢 它的内容不实 他们觉得假新闻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其实呢 有另外一群朋友们呢 觉得是说 它根本就不是新闻工作者产生的 它装成新闻工作者产生出来的东西 假冒新闻的这个形式 才叫做假新闻 这两个是不重叠的 那当时我去跟台湾市 就是柯文社市长 有一次座谈的时候 谈到这个 他觉得这两个都不是假新闻 他觉得新闻工作者 辛辛苦苦写了一篇报导 报导内容也是真的 但是编辑给他下了一个 标题杀人的一个不同的标题 他觉得这个才是假新闻 因为编辑没有署名 那所以这个就是假新闻 那所以 我后来想想 柯市长也是有道理 但是这三个是完全不重叠 所以在不重叠的情况下 假冒式新闻 新闻的内容不实 以及新闻内容也是真的 但是编辑标题杀人 这三种东西是没有办法规范的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决定 因为民间看到这三个字 想到的东西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到最后就不用这三个字了 我们现在是用假讯息 那假讯息有明确的定义 就是它必须是故意的 然后它必须是不实的 明知其不实 然后要造成危害 所谓的二假害三个要素 那这二假害三个要素 同时满足 我们才会说是假讯息 有的时候 它虽然是不实的 它没有造成危害 不实的 但是它没有故意 或者说它是真实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都不叫做假讯息 所以我们现在在 就是国际上面合作的时候 这是我们跟IIT一起办的 这个media literacy 媒体试读的一个工作方 那我就在说其实先退一步 就是它不一定是有恶意的 有时候是善意的 只是一些揣测 那这些揣测我们叫做misinformation 它不一定是disinformation 就是它是可能是有问题的 但是或是只是片面的 但是它不是恶意嘛 那这个时候呢 这是全球共同的现象 它是让大家之间的互信 就是都透过脑补啊 片面的一些想法啊等等 是让大家互信越来越少 这不是只是政府部门啊 任何人都可能受到波及 那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非常简单 就是说台湾是我们这个区域 其实一直到北非啊 都是公民社会的空间里面 言论机会 结设自由 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 自由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如果到Sivicus Monitor 这个网站上面选 亚洲再选完全开放 那就只有台湾而已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有一些朋友们会希望说 那台湾就因为这样的关系被分化 或者就牺牲到言论自由 那这些说不定才是这些朋友们 想要看到的就是破坏的结果 那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来处理 假讯息的事情 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牺牲掉言论自由 意思就是我们不可以做事前审查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有 就是由行政机关来判断说 这个怎么样子 好像代替了法院去做裁定啊等等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 言论自由的这个价值必须要去保存 那但是 当然其实为什么会有争议的讯息 以及争议的讯息 如果你不及时处理 为什么会变成假消息 或假讯息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说 没有做好开放政府 所以就是说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因为我们看一个很简单的心理学 就是如果 好比像说每个人 每个礼拜三到空中都可以找到我 或者是说随时写封email 或者是任何时候来我们的论坛上留言 那我都一定会回复 通常都24小时之内回复 那就好像你有一个朋友 你随时想要约出来 这个看电影打篮球 吃下午茶 他就会这个见里面 或至少这个每个月会聚一次面啊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听到关于这个朋友的八卦或者谣言 你的第一反应就不是传传嘛 你的反应一定是你去问问他嘛 那但是如果这个朋友 他三个月才回你一封信 而且回的呢都是就是八股文 都是一些官样文章 那而且呢里面呢 你感兴趣的 他可能回答你不到一半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这个别人在传关于这位朋友的八卦的时候 你就想说好了 那就传吧 因为这个到底是不是朋友也是很可疑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够够快的去回应 我们如果让大家觉得说 那我们所知道的也不一定是完全的真实 但是至少有人在问的时候 我们能够及时的出来讲 愿意面对的话 那其实他本来谣言就没有发展成假讯息的空间 是等到我们没有这样子及时的回应 或我们及时会没有碰触到该碰触的人的时候 这些揣测才会变成所谓的假讯息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跟第三方的查核机制 不断地在做一些协力的工作 那这里就是分享两个 这两个都不是政府的钱或者政府的人 它完全是民间自己做的 那这里要特别再讲的就是说 这个叫真的假的 叫做Cold Facts 它并没有什么性别歧视 不是特别歧视 每一次这个重新整理的时候 就会换一个不同的人生代名词 那就是好像骰骰子一样 不过好像真的有一些性别歧视 好anyway 好终于好了 所以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确实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面一些让人义愤填膺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想要转传给某个人 那所以呢 它不是遏止这个冲动 它是把这个冲动导向到机器人 就是如果你很想要转传 它就转传给这个机器人就好 它叫做真的假的 所以它就是会养成一个心理的习惯 就你看到一个让人义愤天鹰的讯息的时候 会先冷静下来 然后问一句 真的假的 那这个时候呢 忽然之间它传染力就消失了 这个是很有用的 那但是呢 你传给这个机器人的时候 它是做什么事呢 其实这就是跟好像2000年2001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也面临了类似的一个情况 就我们email里面有非常多的垃圾跟诈骗邮件 当时大家的email里面都充满了什么奈及利亚的 哪位公主要给你300万 然后需要一个银行账户 什么之类之类的这种邮件嘛 那些到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靠这种自发性的一种举报 就是我们让大部分的收邮件的城市 都有一个举报为垃圾邮件的这样子一个按钮 所以只要按了这个按钮之后 你就会举报给国际上一个叫spamhouse 这样子一个组织 那这个组织就会把全世界被举报的垃圾邮件 这个特征值收集起来 那未来这个这样子的发信 要再发信 它的成本就会增加 然后它能够触及到的人就会减少 那现在已经很少人在觉得垃圾邮件是一个问题了 如果你用的是Gmail 那你就是需要特别去按垃圾邮件的那个收件夹 你才会看得到那个垃圾邮件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当你看到一个讯息之后 你就可以举报 那举报之后呢 它会进入一个谣言资料库 所以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马上看到目前最流行的这个什么麦片 煮水饺要放一根虫 到底有什么要放一根虫 领带可以这个就什么心肌梗塞啊 什么之类的啊 反正就是目前 我就不要在这个画面停太久 因为可能精神污染了 但是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每一个这个目前在LINE上面 现在正在疯传的东西 在以前都是完全是在地下的 但是因为有真的假的这个机器人的关系 所以现在呢 每一个都有一个网址 那它既然有网址了 大家就可以绕着这个网址进行讨论 然后呢 也可以去进行分享啊等等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们还叫做心灵的疫苗 什么是疫苗呢 疫苗就是传染力还没有那么高 还没有那么致命的病毒 我们就先在脑里 先先中了一次 那是就跟这个接种疫苗一样嘛 下一次我们再看到这个突变的那个版本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觉得好像一定传染了 我就非转传出去不可 因为我就会觉得说 啊这个我以前已经看过了啦 其实就不是真的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它就是第一线的去把这些在line里面的这些讯息 把它变成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 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有一个叫做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那这个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看像Covac这样子的一些 真的假的这些 它会看目前最流行的 最风行的一些谣言 好比像说这个 已经到它报道这个TFC的时候 已经2538次分享了 就是公投未接高于宪法 请分享感谢您 那所以这个的传染力现在是很高的 那所以当大家发现这个东西在传染的时候 TFC他们就会去用 就是调查报道的方式 他会很明确的告诉你说 他问了哪些人 中医院的法律研究所的某个人 然后司法院的某个秘书长 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些人 去很具体的去讲说 其实按照我们目前的公投法 它的效力并没有高于宪法 其实这个当然大家都会觉得说 不就是常识吗 但是对这2538次分享的朋友们 显然就不是常识 他们是之前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有一个完全透明 完全公开 而且超越党派的 独立的这个查核机构是非常重要 就是当他们查核出来说 这个是错误 那一方面我们可以转传这件事情 那二方面就是说 像脸书这样子的平台 他们也承诺说在明年第一季开始 因为这边的TFC这家这个机构 已经加入了全世界的事实查核网络 国际事实查核网络 IFCN 所以说当他们查核是错误的这些讯息 在脸书上面就会有两个效果 一个是说当你看到的时候 底下就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识 说你还是可以转传了当然 但是他底下就会查核说 TFC说这是错的 你按这边可以了解更多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明确标识 那第二个说他会把演算法的排名往下掉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他的传染力会变成不到以前的五分之一 如果你只有这一个朋友 你当然还是会看到 但是如果你有别的朋友的话 他会优先去显示你别的朋友的讯息 这个东西的传染力就会下降 那这一切都是民间自律的一个做法 就是透过真的假的 从line或者别的social media 变成是大家看得到的一个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特别正在流行 现在传染的 那TFC就多花一些时间去查核 查核完之后又回到这些社群媒体平台 透过明确标示 或者是调降他的传染力的方式 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到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不是这样等等 所以这个是一整套做法 国际上大概也都是这样在做 那在这里面政府并不是说 我们要取代哪一个角色 而是说跟平台是有一个 互相协力的一个角色 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有54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如果美国家为积极推动行动支付 但是中国大陆以及台湾政府 却积极推动 请问我的看法 行动支付最普及的 好像是在非洲吧 我没有记错 就是非洲有某一个经济体 它就是未超泛滥 然后非常少的这个提款机 或者银行的柜员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是说 他们透过手机来进行支付 几乎是唯一的这个金融手段 那其他的都几乎不可相信 所以行动支付率是非常高的 比PRC或者比我们这边都要来的高 那所以之前在院里面 开行动支付的普及的会议的时候 我也有时候会开玩笑 跟同人说 其实我们只要明天开始宣布 不要抓伪潮 然后以及禁止便利商店设提款机 我们的行动支付的那个 adoption rate一定马上就破表 但是就是说就是为KPI而KPI的思维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所以事实上就不是这样 因为在台湾我们是 每一代的支付要比上一代要来的方便 我们才会去使用 我们一开始做 好像比较悠悠卡这一类的 所谓电子支付感应式信用卡 那是因为它比这个现金拿出 这个还要点钞 要来的快 要来的方便 那现在的行动支付 也是因为它比这个悠悠卡感应 要来的快 来的方便 才会去用啊 那所以在这以前的生活体验 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手机还蛮大一个 然后还不如拿出这个感应卡的时候 那本来adoption rate就不会很高 那所以目前以我的理解 国发会在处理的时候的方法 也是去让它可以使用 并不是逼着大家一定要改变习惯 而是让想用的人 你不要挡着它用 那这点是很重要 那第二个是说 有一些新兴的模式 像我有一阵子是戴Apple Watch 用Apple Watch来付款 就还蛮方便的 比我去掏出这个感应卡来方便 因为我就是手铐过去就好了 但是那个角度还是怪怪的 那所以后来国发会就说 那他们有辅导一家厂商 就是用指环 就是是戒指 那你戒指就更方便了 因为你手铐上去支付就完成了嘛 那但是戒指当时有一个 就是指环当时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感应距离 没有好像一公分到三公分那么短 所以他们还特别因为这件事情 把它放宽到三公分到十公分的感应的边界 那这样子你就不需要手都扭到 才能够感应成功 所以就是说我想政府在这里面角色 就是说去看新兴的技术 不要挡到这些新兴技术的路 那但是呢 到最后市场上面到底哪一个比较方便 哪一个才能够开始做 那这个我觉得并不是政府一定要去说呢 就有的人一定要改变习惯 如果这个东西好用的话 慢慢慢慢的 那习惯本来就会改变 但这里面重要的还是那个可用性啦 就是说如果有人已经想用了 那我们不要拦着它 我们不要不让它去用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每一次那个我来这边 来各个地方演讲 都会出现一些程序动力 像什么科科取消新装技术所 电梯口的发展政策 那这个这个 就像我上次去中山大学演讲的时候 第一名的那个是说 可不可以不要 学校不要再拖掉学生的摩托车 大概是类似的意思 不过说真的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在讲什么 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 可能要别人可以回答 OK 所以这个也是很像的 就是 因本局同仁直等 一直比不上台北市的中央部会 机关相同职务职公务员 考量到未来职等 与退休年金所得成正比 所以从有同仁高升至台北市的公务机关 导致本局难以招募到合适的人员 面对人员的异动平均 请问这种有何方法 能够留住或者寻觅到适当的团队人员 这是一个 元素的问题 其实就是 六读跟六读外的 编制人员的指等 我从刚进 这个行政院大概两年前 就已经 就任总就已经在检讨这个 好像至少 就是我们资讯直系 这个好像后来有协调到一些 这个让大家比较能够没有一定要 只等一提高就高升的这个做法 那但是就是关于 呃 柜局 我真的不知道 像这种就是 domain knowledge 我真的不知道最后协调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可能不是超越我能够回答的范围 那我想我们的一般的想法就是说 呃 我想两个啦 一个是说 刚刚讲的就是 让他的指等之急在合适的情况下 是能够比较平等的 而不是一定要差个一级 或差个两级 这是一个可能性 那另外一个是 呃 我去日本的时候 他们有给我提了一个意见 因为他们要推地方创生 所以呢 他们刚好是相反的 就相当于我们的健身检 差不多那个时候 如果你是在中央的话 你就一定要到地方 然后他等于是在地方 继续领中央的薪水 但是做地方的创生的事情 然后一定要完成一段时间 忘记这两年还是多少 才能够回得到中央 就是说 他们中央升级的那个fast track 里面有一段必经之路 就是回去地方 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在中央 而不想回地方的话 那你就只好慢慢生 就没有办法进入那个fast track 那我觉得这也是相当有创意 值得考虑的一个点 那尤其是我们接下来也要 自学的成功 在现在其实唯一需要的条件 就是学生跟家长中间良好的沟通 没有什么别的条件 因为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我们的实验教育三法 现在已经修到说 有10%的小孩都可以用实验教育 那他的自学也不一定要100%在某个地方 他可以一个礼拜在学校两天三天 或甚至四天 他是某一些部分的课外学习 只要学校能够同意 那又或者说他可以用所谓团体自学 或者机构自学的方式 那他只是挑一个弹性比较大的 像华德福啊 或等等的这些学校的系统 蒙特索利啊 等等这些学校系统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自学并不等于在家自学 自学他讲的只是说 我的这个学习的时程表 是由小孩跟家长一起 跟教育工作者讨论之后 共同决定 这个才是他的真正的意思 就好像我那时候申请 这个location independence 远距上班 媒体都报成在家上班 但是我就没有哪一天是在家上班 或是全台湾跑 那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说大家听到这个 这个不一定要去学校 总是觉得是在家里 但是事实上成功的这个自学的 学习的课程规划 很少是关在家里的 绝大部分都是在附近的大学 在附近的团体 附近的社大 附近的这些协会 NPO或者是一些合作社啊 等等 去一起在实作当中学习 所以这些都是旁边的资源 我想现在社区资源都非常的公布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说 家长是不是能够理解到 小孩这个阶段 想要什么 以及家长不要 好像觉得说 自己所学的那一套 一定是最最好的 或者最对的 家长并不是靠着自学来 就是打破学校的这个公信力 而是说家长的学校加起来去满足小孩的一些想法 我自己的例子是 当时还没有这个自学三法 是14岁 那时候1995年的时候 那我在国中二年级 那就去找我们的北镇国中的校长 杜惠平校长 去找他聊天 然后就跟校长说 这个校长以前你曾经跟我讲过 说我如果想要学人工智慧 我想要去国外跟某个教授的研究室 跟他一起发paper 我就要先这个拿科展保送 然后去哪里 然后要这个读到很好的学位 然后要这个考什么GRE 然后去这个他的研究室 然后当做他的学生 然后他愿意收我 我就可以跟他一起收研究 可能要花十年的时间 但是呢 我现在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全球资讯网 就是YWeb 就是这些教授的paper 其实都直接发在YWeb上 我就发现说他们都有email 我只要写一封email过去 跟他说 我觉得你论我哪里有问题 那这些教授马上就直接回信 我们就开始一起写paper 那所以显然这个校长 之前讲的这一套 是有点过时的 我们现在直接email 就可以直接开始做研究了 那校长就做了Due Diligence 就是他也要看我 就是跟教授们到底怎么合作 他发现说真的 全球资讯网发明 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他就说 好那你明天就不用来了 我就开始帮你瞒着教育局 所以读学如果问 他会说 我有去上学 那我其实就不用去上学了 大概同一个时期 我有这样做 然后曾雅宁这样做 有另外一位下围棋的 我一下忘记名字的 也是这样做 那所以当时是还没有自学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但是我们并不是在家自学 像我就是一做完 这样子的安排之后 我就跑去大学讨听 那曾雅宁当然是去高尔福球场 但我的意思是说 这里的重点是说 我们都有一个很明确的 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说服了 教育工作者一起做 但教育工作者并不是说 从此之后就跟我们没有关联的 相反的 校长还是花很多的心力 来关心我的这个学习的工作 所以这个跟资质 我觉得关系不大 这个跟motivation 就是他的自发的这个强度 关系很大 就是如果你的小孩 他有这么大的自发的强度 他觉得我就是要往某个方向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动能会带着他去找到该带的资源 那所以这个倒跟资质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重点是他有没有很明确的 想做某一件事情 那至于父母跟孩子中间 如果有很好的双向沟通的话 那到某一个程度 他不管是回到体制 或者他甚至一路就开始念 什么实验大学之类 那个都是他可以自己决定的 因为我们现在自学三法 已经不像我当年是需要付罚款的 什么之类的 而是说你随时调整你的学习计划 只要你的现实的科法会 对不起 自学那个审议委员会同意 先把你随时都可以调整 然后跟体制可以 一直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一个关系 有52位朋友们问说 那在这个年金改革之后 公务员要怎么应应 这个也是我们在那个 公务员版上面 这个的几乎每个礼拜 都会出现的讨论一串 那怎么因应啊 我几个想法吧 一个是说 如果大家在工作上面 就是觉得说 像刚刚讲的 就是哪些工作条件 工作环境 或者这些东西 让你的成就感会 就是与时俱减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种 那我们要不要 大家一起重新检视彼此的质疑 在这种社会气氛底下 那其实这个时候 是很好的来提出 这些诉求的时候 如果不是公务员年轻改革的话 一些新兴的团体 像公务员革新力量联盟之类的 大概也没有办法 那么快的这个招兵来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通常在 这个在劳工也是一样的 就是在某一个行业 它进行一个结构转换的时候 通常工会的力量 就会突然变得很强 那虽然我们没有工会 但是理论上还是有各种组织的方法 尤其现在透过数位平台组织 变得比较容易 所以我的具体的建议 就是要组织起来了 然后组织起来之后 其实像警销在这方面 就做得还蛮好的 他们组织起来之后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的专门针对警 或专门针对销 等等的这些相关的 权益的就是诉求 那这些部分 我觉得有组织起来 总是比没有组织起来好 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意见 有49位朋友们问说 凭什么立法委员 可以一通电话一封文书 就可以请工作同仁 到立委办公室来开协调 而不是立委和当事人 到国税局桌面了解 政府是不是应该制定一套SOP 确实了 就是我们 对就是我们 现在也是有一套SOP 不过可能不是大家想的那一套 我们现在是有一套 这个远距开会的SOP 目前这个资安处跟咨询处 正在帮忙这个制定 那所以我们的目的倒不是 完全只针对这个个案 我们的目的是说 如果以后立法院 真的要搬离台北 那那个时候问题是 其实更大的 大家想一想 我们背询的时候 要一整团人 这个坐高铁到别的地方 就可以想象那个场面 但是就是说 现在的状况 也不是很好的状况 如果是驻南部的委员的话 那各位可能可以了解 他们有的就是 完全几乎睡眠 就是在高铁上面进行 他们要非常非常早起来 然后开完会之后 他们接下来的选民服务 什么他还得 就是马上又回去等等 所以其实 就是对大家而言 都是时间上的消耗 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是有在 想就是从2020年的 我们的内阁的会议 包含可能行政院会 或者是某一些地方创生 智慧城乡相关 也许从今年就可以开始 就可以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行动巡回的那个模式 透过视讯的方式来开会 那里面包含记录的原则 设备的使用原则 怎么样到处签到 怎么样不叫签到 有非常多细节要处理 但是处理到一个程度 我觉得就可以 没有谁去谁那边的这个问题 而是你只要有足够好的解析度 开个视讯就可以 立委也不用动 当事人也不用动 我们也不用动 就可以三方视讯 在这个线上把事情瞧定 那但是我觉得这是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只要透过视讯的话 几乎他一定就可以留记录 视讯跟录影是 几乎是绑在一起的事情 那留记录的话 对我们同仁是蛮有好处的 因为以前常常会有 当事人或者立委 他可能只参加某一部分 前面一趴后面一趴 或怎么样 他有一个不完整的一个认识 那后来就脑补另外一半 脑补虽然很补 但是大概都是错的 所以脑补之后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后面的纠纷 那但是如果是透过视讯的话 从一开始到最后 他有明确的开始跟结束点 那就算你没有来 你事后也可以回来 叫录影看等等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对大家 不但是一个保护 而且也是之后 让大家比较没有脑补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 忍拒的这个原则 我觉得倒是用得到的 在这一点事情上面 有40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近日的公投当中 性贫教育 以及婚姻贫 相关的公投结果 我认为是否代表了什么含义 婚姻贫权的部分 我觉得它代表一个含义 就是大家对婚姻的想象 真的是很不一样 我阿嬷是 从小我是阿嬷带大的 她是86岁 我阿公90多 然后外公101吧之类 然后外婆大概也是90多 所以四老都还健在 然后我这个 每个月会回淡水区 去看他们这样 那所以 但我跟阿嬷比较聊得来 那所以阿嬷就会 一直跟我讲公投的事情 因为她是陆港人 然后是淡水 现在住淡水 但是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她每次搬到一个地方 就是会跟当地的天主堂 有这样多的这个合作 那所以当然 她的天主堂的朋友 是希望她投某一个方向 但是她的小孩都是 或是 或这个孙辈 都希望她投另外一个方向 那所以 这个她就 中间也经过了 非常多的折冲跟思考 那所以 到最后她就没有领功投票 因此这个节省了 选务人员一些时间 OK 对 那但是当然在这个中间 我们就发现说 婚姻两个之争的 不同辈分的看法 真的很不一样 我自己小的时候 就是长辈跟我讲婚姻 都是讲仪式婚 那我阿嬷因为是天主教徒 她讲的一定都是证婚 有一整套程序 那但是当然这个民间 也有什么好命徒 什么另外一套程序 就是不同的信仰 大概都有不同的仪式程序 但是我小时候被教的都是说 那这个就是结婚 结婚就这样发生了 那你事后什么时候再去登记 那个是以后的事情 那就好像人出生就是出生了 你什么时候要去做身份证的登记 或者要办健保卡什么 那个是之后的事情 没有人会说 你还没办健保卡 表示你还没有出生 对不对 所以那个小时候 大家也是说 那这个结婚事先发生 那之后再让政府知道 那但是到我二十几岁 二十六的时候 那民法就进行了修正 所以2008年开始 从仪式婚改成登记婚 那登记婚的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找两个人 去户政事务所带个章 那婚姻就完成了 至于你是先办婚礼 后办婚礼 不办婚礼 随便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对于婚姻的想象 它就是一个跟国家的 有点像是缴税一样的关系 而不是 就是是一个state behavior 就是是你跟国家的关系 而不是你跟家族 或社会 或者这个仪式的关系 那定义就完全改过来 所以比我年轻的朋友 想到婚姻的时候 想的大概就是跟缴税类似的 这种想法 那但是在此之前的朋友们 想的当然都是要是盛大的 就是办一个社会活动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那这两个想象 同时存在我阿嬷脑里 因为有不同的朋友 跟她讲 那所以到最后 她就决定说 她很难去 去做一个抉择 因为 因为其实是不同的事情 所以到最后 她就没有领工作票 那但是就是 你说大家进那个 工作票柜 然后看到 你是否同意名法 什么婚姻什么东西的时候 大家看到婚姻 真的脑里的景象一样吗 我觉得很多是不一样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这次公投 是促进就是 跨代之间的 有效的讨论的一个开始 它绝对不是结束 但是因此 大家对于婚姻的想象 有非常多不同的讨论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也有很多朋友 已经承受到一个 就是可以跟家人出柜的 这样子一个状态里面了 那就算是为了要拉票的原因 也不一定真的拉得到啦 但是总之就是投完之后 也好像家庭都还没有 这个发生什么 什么不好的事情 所以同样的 如果不出柜的话 那大概也没有办法 具体的进行讨论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对话的开始了 它象征着大家对于婚姻 有非常不同的想象 我觉得这没有对错 这个就是因为中间 有一次法律的修正 所以大家对婚姻的想象 是不同的 那但是因为大家 现在公投完了嘛 反而可以比较 平行静气的来进行讨论 有三十几位朋友们 想要知道 现行网络发展 已经是不可违背的趋势 现行国税业务员 有许多跟不上朝阅的做法 包括零贵申办等等 大多数需要身份认证 如何让公务机关 接受于网络确认 身份已取代 零贵申分确认 相信需要突破这个关卡 才要进展空间 其实报税已经是我们身份确认 在透过网路 做的最好的之一了吧 对 那可能没有之一吧 就是做的最好的了 就是不管是健保 或者金融凭证 或者是资源凭证 或者是记一个条码 然后配合户号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 非常多元的身份认证方案 那当然我们目前面临的 最大的一个挑战 其实还是 大家喜不习惯的问题 而不是技术成不成熟的问题 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其实都是 相当相当成熟的技术 所以如果零贵申办 是还有存在的必要 它的前提条件就是 像我阿嬷 她现在是连提款卡都还没有 因为她就是很习惯 就是去邮局 然后填一张单子 然后领钱等等 就是她就是有一些 做事情的习惯 那我没有觉得说 好像一定要比她改变这个习惯 毕竟八十几岁的老人 只要改变习惯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那所以反而是我是觉得说 我们如果有技术的话 应该是去让 就是零贵的朋友们 可以生活条件更好 或者是工作更不要那么容 或者是 更多花一些时间在跟人相处 而不是提东西上面 那这些我都是很愿意做的 但是可能并不是要求民众 一定要改变掉 他的零贵的习惯 而是让零贵的这些 一线的公务同仁们 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这也是我跟就是政务会议 讲到总选会的时候 的态度一样 就是说 你如果要大家比较不排队 那就是多一些票贵 就可以不排队了 但是计票人员的工作的品质 那个才是真正我们希望 就是让大家更愿意当选务人员 的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是公务接管接受 以网络确认身份 它是有电子签章的效力的话 我们目前确实也只有自然凭证 才有这个那么高的 这个安全的效力 那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嘛 一个是说 我们有发外国人的自然凭证 这个很少人知道 或可能在场的时候比较知道 但是我的外国朋友 几乎没有谁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可能拿这个 甚至是永久居留了 很久了 他们都不知道说 原来自然凭证也发给外国人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们宣导上确实是可以加强了 那我们最近有一个 很好的宣导的点 就是说他们的身份证字号 就是他们的居留证证号 本来都是什么AC什么东西的 那现在都会改成A7 A8 A9 就是说会变成数字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本来他们complain了非常久的 就是有一些像 只是买电影票 或者是说台铁的 订台铁票 但是是中文介面 等等的这些时候 都要输入身份证字号 然后他们打AC什么东西 就当即 不是当即 反正就是误法到下一个画面 所以他们就有一种明明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那另外一个切入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当然也有在讨论说 如果未来身份证可以选用晶片 就是你不一定要开启 自然评证功能 但你可以选择开启自然评证功能 那这样自然评证的发卡量 也会变得比较高 那所以这个是国外的嘛 然后这个是国内的 国内的这个当然还没有完全听 国外的应该是很确定的 那我们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自然评证的发卡量 应该又可以再 就是再有多一点的发卡量 那它发卡量大到一个程度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讨论更多的虚拟化 等等的这些工作 所以这些大概都有在做 那我们目前是先用健保卡 去做一些试办嘛 我们从明年年初开始 就是行动巡回的 这个健保卡的使用的方式 是就是不需要在 背4公斤重的这个器材 就可以直接拿一个iPad 就去看诊 那这件事情会先做 那之后包含这个健保卡 跟所谓的那个app去整合 用不管是QR code或NFC 相关的这些方式 去用感应来使用 这些我们都是 已经开过几场协作会议 那也会缴时间来做 就是小规模的测试 那这些都是为了 未来说大家更习惯 不管是NFC还是QR code 会变成就是 身份认证的方式的一个进展 所以这些关卡 大概一一都有在突破 那目前的KPI 我看到的啦 大概都是有定到2020年 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 不管是要不要 全面扩大发卡等等 大概都是定在2020年 有40位朋友们问说 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是否可以开发app 使用者已登陆身份 可以直接投票 不用再透过email身份验证 app可以随时查看使用 可以增加民众参与率 这很棒啊 这个要不要就直接写呢 就是因为事实上 你开发app不用问过 不用问过我们 它很多app 都是直接把政府网站包一包 然后用一个更好的前端就做了 我以前还在这个民间的时候 就有开发过一个 跟朋友一起做过一个 很多人用的app 叫做蒙点 那这个蒙点 我们做的时候 也没有问过教育部啊 那我们就是直接去把 教育部所提供的国语词典 还有就是我跟我阿嬷花 很多时间看的这个台语的谚语啊 然后还有包含这个客家化 所有这些都 就是直接集合起来嘛 那所以 然后客家化还包含这个 四线海路 大福 饶瓶 昭安 南四线等等 那所以所有这些 其实都是政府不同的网站 但是我们把它全部整合起来 然后做成一个app 那在这个app里面 就可以一次的去看到 各种各样子的教育部的资源 所以为什么叫蒙 就是MOE 是因为 Ministry of Education 所以MOE就是蒙嘛 那这就是教育部 所以我其实只是在帮教育部做一个app的打包的动作 我并没有去说我在这上面有任何驻作财产权 或甚至驻作人格权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教育部也不能来告我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合理使用 那所以教育部经过两年的讨论之后 我觉得这真的是合理使用 那他们也透过CC授权 现在真的是开放资料的一环了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教育部发现到说 其实并不一定什么app都要自己写 他发现说这些东西是让家长 或者让做过语文的老师 自己去设计 自己去混搭 自己去拼接 比教育部去预期 每一个不同的教育现场 到底要做什么 要来得好得多 像外国人大概就不会来用蒙典 外国人用的是另外一套叫Pleco 那但是Pleco 它里面的这些语文的这些资料 也是从我们当时蒙典 跟教育部合作的这个资料接过去的 所以像众影平台 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外国人很难使用 这个是事实 那我们当然可以把它 透过双语国家方案等等 去做一些翻译 但是它的使用习惯 毕竟不是我们可以去 去强势去想象的 可能不同文化来的 这个外国朋友 也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些我们会鼓励民间 或这些朋友 自己去开发属于自己 想要用的app 那我们不会觉得说 好像政府一定要把每一个 5% 10%的这个使用者的需求 全部都考虑成app 所以如果你有认识 这个会开发app的朋友 其实可以直接找国发会谈 因为众影平台 几乎每个功能 它都有API 就是有机器对机器 对接的东西 少数没有的 因为你想开发这个 他们也可以帮你做出来 所以我想任何想要 把它打包成app的朋友 都可以直接做 他不一定要问过 这个国发会或者其他的想法 这样子 有38个条 我还问说 台湾人手法程度遭低 也因为人性贪婪 所以健保时常面临破产边缘 这个是不是真正的 这个root cause 能够是这个 非常可以讨论 但是总之 这会儿非常希望说 可思考 你保险精神 面临重大疾病时 才有保险付费 或者你非常注意 身体健康的人 及很少使用健保资源的人 其健保费要特奖 鼓励民众多注意身体健康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那以我的理解 健保不管是DRG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制度 他们也都有在往这个方向做检讨 那不过我还是要特别讲一行小资 就是说 我是帮忙健保署去做健保卡的行动化 跟移动化的技术规划了 但是健保署本身的这个付费系统 并不是我的独导范围 但是很感谢这位朋友的建议 我下次剪刀剪毛书的时候 会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以我的理解 其实他们一直有在往这个方向去进行探索 但是就像推DRG 也推了蛮久的 就是说食物上面还是会有一些 需要更多公式 才能够推得出来的东西 但是确实大家都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有37位朋友们问说 在今天这个AI运用将成为趋势的观察下 活税局的业务会不会被机器人所取代 那这对这些从业人来说很关心 就是很关心 但是他用的表情符号是很开心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到底是开呢还是关呢 我想还是回到植物流程再设计的想法了 就是说当它是融的 当你做的时候没有成就感 当你觉得谁来做都一样 做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机器 这些题目都很欢迎透过 不管是内部的流程 或者是采购的 就是政府说的服务准的流程 或者是透过中蓬佩社会创新黑客送的流程 各种各样的流程 去试着把它改造掉 那这个我想对大家都有好处 那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 相信各位工作里面是属于规划性质的 沟通性质的 判断性质的 价值 有价值主张的 那所有这些大概目前 这一代的人工智慧都没有办法取代 有三十多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人们对于新科技特别有兴趣 最近三年AVR很夯 陆续有HTC Sony Samsung等大厂投入研发 对于VR教育也不遗余力 但是目前了解的 好像只用在娱乐跟医疗 在国内发展至今似乎相当局限 好像雷尚大余点小的感觉 如何落实让台湾VR产业 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每一个时期 有每一个时期的潮词 像这个人工智慧现在也没有那么潮了 潮词曲线 那这个曲线它长的样子 就是不管在哪一个领域 永远都是长一模一样 所以它上面 就是越上面表示炒作的越潮 就是上面越有更多投资人等等 所以就是2017 这已经是一年以前了 最潮的就是AI 然后自家车 然后这个等等的这些部分 然后VR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是在右边就是这个位置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每一个技术有它自己的成熟度 右上角是它的成熟度 就是三角形的是还要十年以上才会成熟 淡蓝色的是二到五年 深蓝色五到十年 然后灰色是差不多一定要成熟了 这是连一个灰色也没有 好 那但是意思就是说 其实投资源的这个潮啊 潮作的这个程度啊 它都是远先于这个技术本身 已经可以使用的程度 所以我们这些做技术开发 其实完全没有在看hypecycle 可是如果你要炒作 你想要割韭菜的话 你就是要看这个hypecycle 因为只有在上面的这个 不合理的预期 不合理的期待 在这个地方才能够 按照这个资讯的落差去 就是骗钱啊 那但是这个并不是我做的事情 所以我做的事情一直都是看说 它具体的能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 所以AR在去年是到谷底 现在是稍微有涨回来一点点 VR在去年是刚刚才涨回来 是大家比较知道说 哪些时候要用VR 哪些时候不要用VR 什么情况下 好像坐在一个 就是理发店的旋转椅上面 是大家都不会晕的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 大家都踢足球的话 很快就晕了 就是VR这件事情的技术的 可及性 accessibility 它的那个边界在哪里 大概在过去两三年 已经有很明确的一个了解 所以大家的那个期待 跟它实际上能够做的事情 中间现在是已经弥合的蛮好 所以雷声跟雨点的大小 现在是相同的 那所以这是最好的情况 因为大家就比较能够很具体的知道说 VR到底用来做什么 好比像说 像水底考古 我去那个13航博物馆的时候 他们就要给我看说 这是具体的 我们在台湾海峡有很多沉船 那这些沉船打捞起来 其实很快就坏掉了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是把它保存在海底 但是透过这个360度摄影的方式 让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这个历史的一部分 那并不是大家都能够 带着氧气筒去潜水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了解到那一部分的历史 差不多也只能透过VR来做这件事 但是他也有给我看VR 然后带上之后 真的就进入一个沉船 然后他还有一个 这个投射的那个 头上面的聚光灯 所以转头的时候 还会打到不同的船的 不同的地方 做得非常细致 那他很快的不只是教育 也是文化 也是各种传承的历史的讨论等等 大家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了解到这个海底的 不管是生态 或者是文物等等 那这个就是VR非常好的应用 而且大概除了VR之外 也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事情 太空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应用 现在在台湾发展蛮快的 并不是 并不属于国外其他地方 那当然里面关键的零组件 很多也是台厂在做 那高雄 现在要把VR结合体感 所以他们像智慧啊 这些都是说 那就是VR目前大概就是 视觉跟听觉嘛 但他们还会结合 更多的身体感觉等等 所以这些部分 我觉得现在是在一个 虽然不是那么炒作 但是是很实际的 这个路上 那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 自从像Oculus Go这种 3000块钱的 就是一体机出现之后 那它也越来越普及 所以我觉得 目前都是让人很高兴的 一开始的雷声大 那是因为就是hypercycle 雷声总是会调和什么东西大一下 那这个VR已经过了 那个hypercycle 那我们现在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在它实际上好用的地方 去进行使用 有39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请问对比特币使用的看法 我从来没有过比特币 我有比特币账号 然后我从 这个我是起到了一个宣传的效果 但是我事实上没有收过比特币 所以他们都是以当时这个 兑换成英镑 或兑换成美元 来决定我的实心 所以我在比特币相当于 好像3000多台币的时候 开始这样收 然后很快我就有一个客户说 这个他省了一大笔钱 因为等结案的时候 比特币已经升到6000块台币了 好那所以我就一小时 6000块台币又过了一阵子 然后1万多2万 好像快到2万的时候就入阁了 所以之后也没有再接过民间的案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事实上是没有收过比特币的 那到目前为止对比特币的这个体验 大概都是一种比较是宣传的 或技术上的一种体验 我其实并不是币群的一部分 那但是我有一些朋友 他就是很早的朋友 就是看到比特币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说 那我们早期想要做的这种去中心化的 这种智能合约 现在叫智能合约 现在终于有办法做了 所以他们就都加入了像以太坊这样子的开发项目 所以我觉得以太坊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就是让大家了解到说 大家不一定要像比特币一样 就是一定要花那么多的电 一定要烧掉那么多的能源 才能够达到类似中央银行的效果 我们慢慢慢慢的可以切换到一些比较先进的科技 不需要花费那么多能源 也可以取代掉一定程度上的中央清算的这个效果 那最重要是他不一定要用来当做潜用 所谓的虚拟通货 他也可以拿来当做好比上说支付的凭证 或者是说我有发生过这笔交易的证明 那好比像说像我目前看到两个比较好的分散式账本的应用 一个是杜鲁克 杜鲁克他就是在尤其是跨国捐进的时候 让他则到起到一个责性的一个作用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project 就是因为说我们每次在捐款 好像以过2017灾后重建计划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中间经过国籍 多次的经手啊清算啊等等 你要去做责心的时候你要经过非常多不同的 Jurisdiction不足的管辖领域 但是他们就是透过以太坊的方式 就是每次谁捐多少钱怎么留的时候 他就直接写到在30张本里面 那他因为是分30而且能乘上去啊 所以即使是共同占岛呢 他这个就是立场还是说 从以太坊的分30张本上面重建 所以他的目的并不是取代法 他并不是你的 我们捐的还是新材费 人家收到的还是当地货币嘛 但是他这个中间的责心 他用比较便宜的方法 让大家和彼此之间互相信任 这是其中一个用法 那另外一个用法 也是我们常跟国际上分享的 就是最近有梦没阵子的这个空气盒子 空气盒子是其实非常多人在使用 像台北好像有用它 这个环境教育的教材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有一些 不到3000块人民币的一些小的盒子 那很容易就可以在阳台 或者在学校把它放下去 然后两项DM2D 或者这一类的空气品质 可是他其实测量不是只是为了个人测量 而才会上传到中研院的一个叫做LUS的这样子一个平台上 再透过距离临时政府的空气视觉化 就可以让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到 大概的台湾的这个数位的落差 就是台湾的这个天气的就是空气品质 不过这也是属于落差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东部就比较少 我们有在使用这样子的凄惨 那所以环光鼠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是抱起了一个大部分 就假如的态度 意思就是说 我们并不会特别去查尽这些公民科学家 这个在亚洲是非常少见的 我们去联合国相关会议 尤其是我们这个区域的朋友都会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容忍这个两千多人 自己来两国一起平址 再来我们那边不要说两千人 到两百人就卡税掉了 到五百人就掉巴蛙来政府这边 它如果不可能就会消失了 这个我们旁边非常多国家是这样想的 那但是台湾当然因为有完全的自由 所以我们就只能拿不过这家里 所以环光鼠的promise就是说 会去看这些所有国家的达到达的地方 或者是大家比较没有固定的地方 跟大家用互补的方式 也是加入一样的这个网络 然后也是用微信侦测器 可能适度做一些校正 或者请公议员 帮忙做一些比较严育的一些这个器材 那但是精确度还是很高 而且二方面我们会去问公民科学家说 大家希望在哪里有测诊 好像我们都没有说 还希望在另外海峡上面多一些测诊 那这样子境外跟境内组织分的比较清楚 我想那但是公民科学家在明天 拜托可能来到那边去放空气盒子 就算用无人机也是电池没有用完的一天 那但是我们可以啊 因为有离岸风机啊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这个离岸风机的厂长 呃 谈论说 有没有可能调整我们的这个标案的七月版本 那这样子的话 至少离岸风机像不会缺电嘛 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机核子 然后加入这样子的一个 其实其实全台湾变成全世界都在采用的 一个叫做明星空空 互联网的这个计算环境 那空气这是其中一个部分 那刚刚讲到台水的 美学资源会的防救在地震等等 有非常非常多的部分 那我们有一个公用的网址叫 ci.taiwan.globe.tw ci就是civo.io 一致公共互联网 那所以这个为什么能分散是账的有关呢 就是因为其实团团 对于把这些资料 放到就是国王 就是告诉网络预算中心去运算的 其实也是有一些疑虑的 就是说 那我怎么知道国王 我会去改我们的数字 国王当然不会改出来的数字 但是就是 换句团底就是我也有一些疑虑 那所以我们也是跟 成功大学的就是 传实档本的实验室的朋友们 这个有一些合作 那他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每次雲间的这些资料 要上传给国王之前 他们就先做一个快照 然后就放到我们在实档本上 那所以国王有的计算能力 虽然很强 但是也没有办法 把传计章本去强过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國王真的篡改數字的話 那大家都不發現國王有篡改數字 最大的就是我們要放行的捐給這個國王來做研究 而不需要擔心國王去篡改人家的數字 不是光是不會篡改數字 但是意思是我們用一些比較便宜的一些方法 透過分散市場的類似 特別但是不是取代人家的交易 而是去取他的責性功能 然後讓各方都能夠 我一次之間更相信一次的資料 然後就一起加在一起 然後變成是 我們可以去解決整個世界上面的 我們剛剛講的 透過reliable data 然後跨國門的謀作 然後去把這一整套輸出 讓我們這個世界上其他地方 然後也解決其他地方的環境跟社會問題 那因為我又答應說這個回準時節說 我們現在要探新思念 而是有分到的觀眾 我們就非常感謝今天大家提的這些問題 那最後的這個就是二個問題 都很抱歉 我們每個問題都會看過 所以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非常好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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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